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采迁公开课的课堂 欢迎大家热烈欢迎 好的天哪我的声音的话敲一个1 我们的直播课呢平常都是 在每周的周末开直播的 所以会测试一下麦克风 会测试一下设备 如果说在看到这堂课的同学 有可能是听的是录播 就有机会在网上搜到幼化的课程的话 那你现在所看的是录播 但是此时此刻在这一个周末的晚上 我是真人 我是真人 好那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课堂的同学呢 就敲一个0 如果说是第二次或者是老学院的话 就敲一个2 80%90%应该都是敲2的 因为我们优化的直播课通常会在公众号进行通知 或者在我们科夫老师 还有我们各个老师的空间啊 朋友圈啊去发通知 很多新同学靠缘分进来的还是少之又少 别小看一个小小的直播间 其实很多时候还是粉丝的力量 还是你们的爱让我们开的课 对啊你看我一猜就是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咱们的 现在是百分之八都是老学院 那我问一句 如果说是VIP的话就敲一个1 不是VIP的话敲一个3 我来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90%还是敲3的 我这个数学真的是学的可好了 就是这种哎呀 有有新的是不是VIP的 你们不要调皮 你看这如歌呀鱼鱼呀 全部都是VIP 你们敲1 你们异口同神的 异口同神的就敲1 敲1 露个脸 露脸的话有机会可以在公开课 就是在我们的公开的开学典礼上露脸 上课的话就不要露脸了 上个课还要花两小时装 哎呦我天呐 想想的有点难受 好的 无论是新老学员还是VIP非VIP 都欢迎你们 因为优化的公开课 都是致力于去分享更多的干货 更多的美术绘画知识 让我们喜欢画画的人 都有一个学有所依的平台 那如果是第一次 如果是第一次来到课堂的话 就一定要说一个事情 这是咱们这个课堂呢 关注诱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公众号上面 比如说你看一下 像我这样子 在公众号 我现在给大家看到就是公众号的页面 你看 回复 采述 采迁 素材图 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 耶 怎么没打上 采迁 素材图 耶 我怎么发出去都是空白的 哎 素材图 我这是咋的了 发出去 哎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等一下啊 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那个 失败的示范 我看一下啊 哎 为什么呀 为什么会这样子呀 平常都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呀 诱化 好 我再试一下 在我们的公众号 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回复采迁素材图 哎 有了 哎呀 吓死我了 采迁素材图 你看就可以看到 你看我们采迁素材图就分为了 人物啊 动物啊 水果呀 花卉呀 美食啊 这些素材 那你们猜一猜 今天画的东西是在哪个素材里面 今天画个冰淇淋 是在哪个素材里边 在我们的美食的素材里边 就能够找到 咱们今天的高清素材 这个素材是很高清的哈 那同样的 如果是你还想看一看 这个今天播放老师上课的作品图 是吧 我上完课之后 我还会画完一张画 给大家示范 有没有想说 林的这种素材 去画一下呢 你像你们平常买彩千书 花个几十块钱 那你们的这个图片 还没有我们的细致 没有我们的高清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彩千作品图 也在美食里边 也能够找到我们 回头我要画的这个图 我现在还没有画完 所以现在没有 你们看的是直播客 波波可爱 我不是一如既往的可爱吗 美可爱之性 温柔善良 这不都是我的代名词吗 好 这个小细节一定要记住 无论是你专业学习 还是自学都可以帮助到你 我们硬化之所以 要做一个这样的平台 也不是为了涨粉 就是希望大家拿东西 会拿的方便一点 有东西反正是放在那里了 需不需要看你自己 好 今天那我们就知道 我今天画的是一个冰淇淋 会一个非常粉嫩的冰淇淋 为什么要画冰淇淋 我就觉得一到了夏天 这个不画点冷饮啊 不吃个冰淇淋啊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尤其是像我就体质不但好 就可能吃冰的不是很能吃 所以我作为一个 有多年绘画经验的美术爱好者 我一般是喜欢什么 如果得不到的话 那我就必须得画它 比如说画画彭于燕啊 是吧 画画贝克哈姆呀 在画画这段时间 比较火的那个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古装剧是吧 画画男战呀 在画画吃的呀 所以得不到 就可以画它 变相拥有它 这个 这个隐形技能是不是超级棒 想不想获得这个技能 对 画画人民币也可以 这个技能是非常好的 想不想拥有 想要拥有的话 敲一个6 就跟着我一起来拥有 今天画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是适合小白入门 然后偏向于进阶挑战的一个这样的水平 无论是你有没有基础 应该都是可以学的 会得 那我一开始一上呢 先给大家留个学念 我要先一上呢 就做个事情 我就要把它的一个底色给画了 为什么要给它画底色呢 然后用什么东西画呢 我用的是水彩颜料 为什么要这么操作 我待会再给大家一一解释 因为这个东西它干的话需要一个过程 它干的话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我就先来操作 操作完了之后 我再解释给大家听 画一个粉粉嫩嫩的 那我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水彩颜料 水彩颜料调一点点霉红色 这颜色是霉红 我们也叫做玫瑰西红 玫瑰西红或者大红 这些颜色都可以 都可以用来做打底的颜色 直接加水 对水彩颜料就可以了 我为什么这么操作 我待会会教大家 现在暂时保密 先保密一下下 是不是很奇怪 第一次您直播课好激动 不要太激动了 不要激动坏了 肯定有同学好奇 哎呀我这上的是彩颜公开课吗 怎么一上来就上水彩了 哎巧了啊 今天先卖个关子 待会再告诉你这是为什么 水彩也很漂亮对不对 水彩颜的同时 说不定还能学习水彩知识 我的天哪 那这不就是一曲 一举两得吗 对不对 待会教你为什么啊 当然有我们聪明的同学 肯定一早就猜到 这是为什么了 有没有YP来解答一下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老学员们啊 如果这两天刚接了一个 咱们的采迁人物定制绘画 对不对 小几百块钱又到账了 恭喜你 恭喜你 那我从你们看啊 我从这个涂色 我大概是在九分 过九分的时候 去涂的这个颜色 然后可能几分钟就涂完了 很快就给它涂完了 一个非常浅的颜色 这是咱们的冰淇淋的颜色 冰淇淋的颜色涂完之后呢 我就要上一下 它的蛋卷的颜色 看了我的公开课 已经被深深吸引 报YP了吗 如果没有报YP的话 看了这么久的公开课的话 被我深深吸引 看来吸引的还不够啊 我还是要反思一下 是不是我的能力不行 是不是我的业务能力 有点问题 好 接着呢 我再涂一下这个黄黄的颜色 黄黄的蛋卷颜色 黄黄的蛋卷颜色呢 就直接把笔洗干净 来洗干净啊 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干嘛呢 又来调一下 调一下这个 这个颜色你调成 柠檬黄或者土黄都可以 柠檬黄土黄 直接蘸这个颜色 直接上去 柠檬黄或者蛋黄呀 土黄呀 这颜色都可以啊 很快 待会告诉你们为什么 大概给我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我待会会告诉你们为什么的 哎 是为了加快上色的速度 你看果然有小聪明哈 不是 不是小聪明 就小机灵 有小机灵诡异 非常棒 这个黄色 颜色有一点点浅 我还要给它加深一点点 快速的涂抹 嗯 这个蛋卷的轮廓的地方呢 就是小心翼翼一点点 尽量不要就是涂到外面去了 除开这一点之后 其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有没有一点像是花钢笔淡彩的感觉 简单的涂色 小朋友都会的啊 这是小朋友 一年级的小朋友 幼儿园的小朋友 都能涂得好 涂得会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步骤 好了 搞定了 搞定之后 我就要让我们的清酒老师 麻烦一下我们后期的老师 去给他拍个照 保存一下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要等它干 现在要等它干 现在就不能操作了 我就拿走它 吹干它一下 然后再来教大家 怎么去画一张 夏日冷饮的冰淇淋 OK 为什么要用水彩画呢 你看哈 假如说我今天要画这个冰淇淋 那我们正常会画步骤的话 我们可能哈 就是会用一个这种偏粉色调的颜色 会给它的冰淇淋铺个底色 比如说简单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要画一个这个小冰淇淋的小尖尖 冰淇淋的一个小小的第一口要吃的地方 我每次吃冰淇淋 我第一口都会咬到这 你们看哈 那我们可能在画冰淇淋的时候呢 就会是先涂一个底色 涂完底色之后 再拿粉色 把它颜色加深 把它的颜色加深 加深之后再拿红色 给它再加深一点点 那这个是我们去画冰淇淋的一个步骤 所以从我们冰淇淋呢 是一个从浅到深的绘画步骤 那这个绘画步骤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是纯彩迁 这样子把它涂完一遍 那我们采迁涂色的时候呢 你们看我的速度就会慢一些 虽然说我的手像一个小马达一样 涂得特别特别快 但是它始终还是速度会有一点点慢 对不对 是不是的 是不是的 速度还是有一点慢哦 你看我要涂很久很久 那我们关键时候 如果说想把时间提高 把效率提高的话呢 用水彩进行打底 是采迁绘画里面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选择方案 那有同学就问了 可不可以用马克笔啊 马克笔可以用啊 但是你想马克笔你的颜色有这么浅的吗 没有的好 马克笔的话呢 它是有一些固定颜色 马克笔的颜色它是 比如说我有一百多个颜色 我就要买一百多只马克笔 所以马克笔通常是作为一个固定的颜色 或者说大红大绿 可以用马克笔 像这种浅细粉细紫细 这种浅浅的粉粉的嫩嫩的 很淡雅的颜色 还是选择水彩好一些 那有同学说 那我为了画这个彩线 还得非得买一个水彩吗 这个事情吧 就看你自己怎么理解 因为要是我的画呢 你看我的画 我觉得我今天我想把这个画画完 是吧 我想给大家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我肯定就会选择用水彩 如果说是我自己画画的话 我可能就会想 你看我平常也上班 是吧 我平常可能回来晚上就一两个小时画画的时间 完了之后 这个彩线打底 可能要花20分钟 才把这个底能够铺得又细腻又均匀 可是如果说我只要花四五十块钱买一个水彩颜料 然后花个一二十块钱买一只水彩毛笔 那我可能就能够每一次画画给我节省出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你们说你们愿不愿意 愿意的话敲个一 不愿意的话敲个二 只要花个四五十块钱能买一个很好的水彩颜料 这就是你要去算账 你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吧 像是我的话 我是一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 我从小就觉得省钱是勤俭是美德 合理的省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会更加在乎的是时间成本 我就觉得如果说能够通过花钱 能够让我的时间成本能够降低 那我就觉得千金难买寸光衣嘛 那我觉得这个钱还是要花 所以我是推荐大家还是要买一个水彩颜料 给大家推荐的水彩颜料呢 就是入门的是咱们的温莎牛顿的入门款 这个颜料呢 哪里都有买的 网上也有买的 淘宝店也有买的 你像我们优化自己也有卖的 因为优化是做一个专业的绘画的平台 我们做画材的话呢 这不是我们的主营项目 我们做画材呢 主要就是觉得 比如说我们有公开课 是吧 有外批课 那出于帮助大家学习的一个目的 经常还是会有同学问 你就是老师你用的是什么笔呀 是吧 有没有推荐的呀 我没有买过呀 可能会还是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 那老师给大家推荐来 推荐去 也会耽误我们的时间 甚至你们自己去网上找的时候 又容易买到 买到不好的 或者买到假 假的 我觉得买的贵一点倒无所谓 买到假的就很闹心了 画画里面是有很多假画材的 那这个时候就有点 有点不是很好嘛 那我们自己的话呢 就准备了一些常用的 入门款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材料 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呢 可以去优化的店铺买 淘宝店也是搜优化 然后在公众号上 也是搜这个优化商城 但优化买东西呢 有一个保证的是 你不用太担心咱们的这个画材 是不是正品 也不用担心价格会不会比其他地方 卖的更加贵 绝对不可能的 咱们的店铺的东西 只会比网上的便宜 绝对不会贵 这个是你们在购买的时候 放心 但是唯一不好的 唯一不好的是 我们店铺东西很少 特别特别少 绝对不是一个专心做画材的店铺 我们店铺里面的东西太少了 只是仅仅只是我上课用到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这么少呢 因为像我们画画画了这么多年了 就很多东西 其实你只要买对了 买一次 或者买一个就可以了 有很多同学 你们有没有买过 比如说马可呀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 灰博家呀 还有成光英雄啊 这样的彩签 有买过的话敲个印 第一次见到活的波波 你好啊 那像有一些彩签 其实你买到了就是坑的 就说你买到其实就是走的坑 是浪费钱 对我们店铺东西很少 可是都是老师们走过的坑 都是我们用钱堆起来的 你看比如说水彩呀 或者彩前画财 市面上所有的彩前画财 我全部都有 包括水彩也是 我全部都有 百分之九十 然后我全部挑完之后 我发现 哪个最好用 我就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 尤其是最近 我最近感觉 我走了很多次坑 最近有好几个同学 在群里说 说那个彩签特别好用 然后我就想说 现在市面上都有这种新彩签 我都不知道了吗 然后我就屁点屁点跑去 买了几百块钱彩签 然后就发现 一点都不好用 可是我不买 我没用过 我又不敢说这个话是吧 你们说好用的时候 我也会好想要好奇的去买一下 那这个 你们买水彩颜料 买这个就好了 四十几块钱 不要买 惠博家 不要买 樱花 像这种牌子的话呢 他们都是 不是他们本品牌 最擅长的产品 所以他们做这个产品的话 其实做的很一般 你买那样子的水彩颜料 是非常不好用的 温莎牛顿是整个水彩界里边 做水彩颜料做的最早 可以说是很早 最早还有做的很好的一家 很多艺术家都会用他们家的颜料 那这是一个入门版的 非常便宜 记得买一下 水彩比的话呢 就随意一点就好了 对 这个水彩颜料 你买了是绝对走不了坑的 你不用一定非得在优化买 你爱在哪里买在哪里买 但是这个我一定要推荐大家 好 关于咱们的这个颜料呢 你现在因为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以前还 在网上还能够看视频 学东西 感觉还能坚持下来 花个几个小时 慢慢的慢慢的 现在越来越多人就喜欢看短视频了 尤其是我现在刷抖音 我就发现 哎呀那种彩纤啊 水彩浇成 一两分钟教你画一个水果净物 教你画一个这种冰棒 我就觉得天哪 现在人都这么没有耐心了吗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话敲个一 我很震惊 因为我很久没有刷过抖音啊 这种东西 然后我就发现 哇那种一两分钟教你画一个橘子 教你画个苹果 点赞几十万 我天哪 我说天哪 真的是 哇这个现在短视频发展的好快哦 我都已经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因为但凡画画的都知道 你想要画一个小东西 你没有一个小时 肯定是来不及的 肯定没有什么 零基础快速入门呢 想要就是十天学好一张画呀 还是很少很少的了 对 踏踏实实想学好画画的话 还是要学踏踏实实的课程 好 这是为什么咱们要用水彩的一个原因 它可以把你的绘画时间缩短到五分钟 本来是需要二十分钟去画彩鲜 那你可能就要五分钟就可以画完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时间成本 提高不是 降低我们的时间成本 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那接着呢就要教大家起行 咱们今天这个画的话呢 对于小白来说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哈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冰淇淋它会有一些旋转的纹理 这些旋转纹理的话相对来说会难一点点 好 首先咱们就要把一个物体的长宽高定出来 定长宽高是为了让你们快速找到冰淇淋的比例 这个冰淇淋是个瘦子还是个胖子 全部在它的长宽高里面 那你们观察一下 你们如果是画这个冰淇淋长宽高 你们会定多少 所谓长宽高呢 就是一个物体哈 比如说冰淇淋的形状 冰淇淋的形状从它的最顶上这个点 再到它最左最右最下 整个轮廓 这是我们说的长宽高 长宽高的比例 我们指的是它的边长跟它的高度 我们用A跟B来表示 所以是这两个比例的一个关系 那我大概的话是定成了一个1比2哈 是一个比较方方正正的长方形 定出这个比例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甜筒跟冰淇淋的一个高度 甜筒跟冰淇淋的高度的话 大概也差不多是个1比1的样子 那很快的话就定出来 定出来之后呢 那再来观察整个物体的一个中心线 要找出来 找出中间线 首先看一下整个冰淇淋 冰淇淋 这一部分呢 它所呈现的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三角形 它所呈现的是一个三角形 好 然后它的甜筒的话呢 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筒 是一个往里稍微收一点点的 这个筒的一个梯形 这里的话是一个长方形 好 然后长方形 然后是一个梯形 找它的这些比例关系 然后再是一个长长的 长长的一个圆柱 在找形的时候 咱们尽量是用几合体去找 你说我要去画一个 这个小尖尖的这种起伏关系 是不是很难定 它是怎么起伏的 大的小的 是一个什么形状 实际是很难定的 可是如果说你把它简化成一个长方形 三角形 有没有感觉会轻松很多呢 这是我们在找形的时候 要画繁围简 画繁围简会让你快速的把握形体 好 首先是三角形画出来了 然后你看它甜筒 甜筒的话呢 呃这个 这个长方形的宽度 是比较宽一点点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检查 你们看在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诶 下面的这个梯形 好像我画长了 它可能本身要短一点点 你发现这个小细节没有 就会去观察到一些这种小细节啊 你去通过 几合体 快速的能把这些小细节找出来 哎呀我的眼前掉了一只蜘蛛 找到这些小细节也快速的可以通过中线 让它对称 你看比如说刚刚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左边跟右边 它就不对称 那我就赶紧把这条线往里挪了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从一个矩形找到之后 然后再找中线 但凡是对称的东西 它有中线之后 它能够快速的去找到 它精准的形 好 找到这个之后呢 再来分一下 它的小尖尖 冰淇淋的小尖尖 是最最 它的位置啊 它会最长一点点 这个距离 会长一点点 好 下面的两个大坨坨 就会短一些 好 找到这个距离之后 那我们再来把冰淇淋进行细化 首先的话 也是通过直线去细化 好 我们在找形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做 宁方物源 所谓宁方物源 就是说我们在找形体的时候 我情愿去画的方一点点 用直线去表现 也会比用曲线表现 要来的更加精准 更加快一些 好 找到之后 在最后 把它的整个弧形也找出来 我们找弧形的时候 同样也是直线去切 你像如果说 我要去画一个弧形 我是不是一不小心 哎呀 这个地方就画的大了 是吧 画下面的时候 哎呀 一不小心就画窄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有的话敲个一 那么如果说 你看我首先是把 这个中线的一个直线 拉出来 好 然后两个角 这么对称一切 是不是快速的能够把弧线画准 一样的道理 快速一切 哎 快速这样一切 它的整个弧形比例 很快的就能够画出来 找形的话是有方法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技巧 找形是有技巧 有方法的 也是都是一切 好 轻轻的一切 好 那么我们这个填筒 大致规划出来了 填筒的底下 也会有一些些倾斜角度 这是我们整个填筒的一个外轮廓 找到外轮廓之后呢 就要开始给它进行细化 我现在在起行没有太多时间 去看弹幕 需要跟我唠唠嗑的 待会儿咱们再聊 好 就给它进行细化 细化的话你怎么看呢 就分呗 你看上面这里有三坨 有三个弧形 好 这里的话大概是有 一二三四 有四个这样的弧形 你看四个这样的弧形 你就一个一个再画出来呗 一个一个认真的画出来就好了 那我这边就不细化了 找大关系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的能力是什么 你大关系找不准 那么你的细节画得再细 那全部都无济于事 你画那么细有什么用呢 是吧 你的大关系 明明填筒的这个 这个填筒冰淇淋的位置 跟它的整个填筒的蛋壳的地方 大概是一比一 你非得画的这个填筒 画这么高是吧 画这么长一个 画这么长一个 那你画错了就没有意思了 我们画画呢 只要画准它的大轮廓 等于就是已经准了 一半了 在一半的前提下 你去找这些细节 那么像冰淇淋这种东西的话 你的这个 它里面的冰淇淋 是宽一点还是窄一点 是胖一点还是瘦一点 那就无所谓一些了 好 彩千几行 当你画完铅笔稿之后 是一定需要用彩千进行定稿的 定稿是为了干嘛 是为了让我们回头彩千画的时候 画面不脏用的 那么我们找到之后 就要用这个彩千 用固有色 把它的整个线稿 画得比较的工整跟仔细 你看这个彩千桌上 彩千书上 就不会那么认真的教你吧 好 定完稿 我这边是快速的把它订出来 给它订稿 快速的 你看把它订稿 订稿订完之后呢 就干嘛 就要用橡皮 把它擦干净 把这些彩千 刚刚的彩千擦得干干净净 好 那么一个漂亮的线稿 就快速完成了 画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起行 你看着我起得很快 我私底下起这个线稿 大概也起了半个小时 所以我没办法 用那么多的时间 给你们一点一点的去交行 毕竟公开课 你们很多同学 又没有基础是吧 然后材料又不是很懂 还有一些技法的东西 我要照顾到位 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把每一个东西 都讲得很精了 只能给你 教一个大概的方法 你要自己去摸索 这就是自学的 比较难的地方 我能够呈现的 只是一个大概的方法 好 如果是线稿 比较麻烦的同学 当然我也考虑到 你去加一下 客服老师的微信 或者在我们公众号 关注之后 找一下客服老师 联系方式 让他把这一颗课的 线稿发给你 因为线稿它很淡 它特别浅 如果说是 不是原件的话 它就看不清 一定要发原文件给你 确实有点跟不上 有点跟不上 是很正常的 如果说我这条 我这堂课的主题 就是教你如何起行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保证 你可以起出一个 很好的行 你像我们的插画课的 线稿课 还有钢笔弹材课 它是重点教起行的 你想我是花两个小时 教你起一个行 跟两个小时 要教你一张画 又要教你起行 又要教你 水彩打底 又要教你怎么上色 还要教你吸气塑造 我也不是个神仙 我肯定还是做不到 你说这个道理 还是能懂的吧 但凡是成年人 我觉得这个道理 应该是讲得清的 不是我不愿意教你 我要顾及到很多情况 毕竟咱们课堂上 不仅仅只有你一个人 你可能是一点技术都没有 可是我们课堂上 还有很多的老学员 他们肯定已经学得 很好很厉害了 他们有很好的造型功底 那他们就想快一点点 把起行上完 去听更加细节的知识点 对不对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师 我有很多东西要考虑进来 不是说我不教大家 方法正确了 那你就可以学得好 一般自学的话是 我知道正确方法的同时 我可能还要付出大量的精力 去学好 然后我们专业学习的好处是 我懂得专业正确方法的同时 我能够一张画就能画得好 这就是区别 所以你自己还得去摸索 好 那我这个画面就已经干了 注意一个细节 如果说你是打算用水彩 水彩颜料进行彩迁画的打底的话 那你一定要用水彩纸 必须要用水彩纸 如果你不用水彩纸的话呢 那么你的效果是出不来的 给你们看一下哈 如果说我是画在像彩迁纸 彩迁纸啊 或者一般的纸上 这个水彩颜料是什么样的 YP课程好事好 就是最近时间不太对 一切以时间为借口 借口的 借口那都是因为不想学 你若你没时间 你看公开课你有时间 你专业学你没时间 说白了还是钱的问题吗 我这个人有点值啊 你看如果说是这种木浆纸的话 你看这个木浆纸 它颜料吸收水分就吸收不全 那里面就会有这种颗粒感 或者说整个画面 它颜色就涂不匀 所以你但凡想要用水彩纸打底的话 是不可以用彩迁的 彩迁纸只适合于单纯的彩迁绘画 那我们彩迁纸是有讲究的 你像这种速写纸啊 像我这种白色本子呀 还有素描纸啊 它都不是画彩迁最合适的选择 嗯 画彩迁肯定最合适的选择的话 是彩迁纸 彩迁纸 其次是什么 其次是水彩纸 不知道了吧 水彩纸是所有彩迁绘画里面 最适合画彩迁的纸 但是因为水彩纸好的纸 价格昂贵 所以通常一般老师或者博主 都不会推荐大家 嗯 给大家介绍一个品牌哈 英国的霍多福细纹水彩纸 你买了用的你就知道 你就会后悔 为什么我才知道这个东西 霍多福的水彩细纹 一定要买细纹哈 它的细纹只是分为一个高白 和一个本白 两个选择都可以 我是没有收广告费的哦 完全是推行 推荐给大家 这是你们画彩纸的秘密 彩纸用水彩纸画 贼好用 正确的材料 选择到了正确的材料 等于是你画画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你就是通往绘画 这条成功道路上 已经是成功了一半了 对啊 你看我们同学就开始劝了 看不到直播有录播呀 对啊 有录播呀 录播可以永久观看呀 所以说没有时间学都是借口 说白了还是不够爱 说白了还是因为钱的问题 不想学 我也理解了 因为我 你要我去学东西 我也想不花钱呀 谁不想的 对不对 这个正常人都会想要不花钱的学习 我也想啊 可是我的理性就会告诉我 一定要相信数月有专攻 人家可以花 用那个东西成为他的职业 成为他的工作 他的擅长的东西肯定比你强 所以一定是专人专项 你找专业的人学专业的事 然后你节省他的时间 提升自己的能力 把你的能力放在你最专业的地方 然后你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钱挣回来 这个问题的话 我就是说到 就是最近比如说 你像我们夏天老师 夏天老师不是已经有宝宝了吗 然后他就回来上班 他回来上班 他就请那个阿姨 家里没有人照顾 他请那个阿姨 他的所有的工资 基本上就是请的那个阿姨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 他的思想是理不过来 觉得我花五千块钱请个阿姨 那我还不如自己带 可是你有 我就觉得你应该是什么 你专人专项 你擅长的 你可能工作了 读书读了二十几年书是吧 然后工作五六年 好不容易职场上有一些成就 完了之后因为 因为没有人带小孩 你就去请一个阿姨 可是你的工作阅历在那 是吧 那么多年所积累的 你可能你继续工作 那你可能挣到的 肯定不止五千块钱一个月 你说不定你后面可以 挣一万块钱一个月 可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舍不得花这个钱 那你就可能就会 三四年都会耗在 带宝宝里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你一定要把你的能力点 放在你最擅长的东西上 人成功就是因为 他找到了他最擅长的东西 把自己喜欢所擅长的东西 做到极致 你就绝对不会缺钱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这个道理的话 敲个一 马上就画了 好 刚刚的话呢 我就是把这个颜料清洗了一下 好 刚刚边说话 我就边把我的颜料清洗了一下 我今天用到的这个彩纤呢 是易雅 今天用到的是油性彩纤 为什么要用油性彩纤呢 因为你要用水彩颜料打底 水彩颜料打底 如果说是水轮的话 它一下子画面就会花掉 你要是打算好 打算用油性彩纤 打算用这个水彩颜料打底 你就不能 就不可以用水绒 要用油性彩纤 这样子才会更好上色 咦 这个水膏是涂完了吗 对呀 我们刚刚大概花了 大概花了五分钟的时间 把这个水膏给涂完了 那我现在所用到的是一个什么颜色呢 我用到的是一个粉红色 这个粉红色涂上来的话呢 它会很精致 现在就开始上色了 今天这个画 它其实上色是很简单的 因为它的颜色是很小清新的 很粉粉嫩嫩的 所以像这种颜色的上色 没有太多难的地方 尤其是选色上面 没有我们平常画画那么复杂 如果是画写实的东西 就会复杂很多 好 运笔的话呢 同样还是使用两头青 中间重的这个运笔 如果说你想画的快一点 你想画的快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画的很多细节 能力强的话 效果是出来的很快的 能力强的话呢 它就是需要什么 你需要在一遍上色的时候 直接把它的深浅关系做出来 什么是直接是深浅关系呢 看一下 顺着这个轮廓开始往这边走 你看我一上色 你有没有感觉它就有深浅变化 从它的左边轮廓再到右边转折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深浅变化 是不是的 非常明显吧 那这种的话呢 就是关系到你的基本功了 画画就是这样 你的基本功扎实 你的专业素养好 那么你画东西就会很快 排线直接看一下 深一点点 好 慢慢轻一点 变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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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变魔术一样 这就是基本功 好 如果说做不到的话 敲一个六 你做不到怎么办呢 做不到也做不到的方法 教你 如果技术不够 能力不行 那就勤快来凑好 笨鸟先飞 一般来说 你在专业扳鞋学完之后 这一点是可以很轻松的做到的 那第二个方法 同样的 那你干嘛 先轻轻的扑一遍 最浅的颜色 好 你看我们这块颜色的范围 大概是这么大 然后在这个区域 大概扑到这儿 又铺一遍 铺到这个位置打指 好 从上面又平铺一遍 铺到这儿 好 打指 铺到这儿 结束 好 然后又给它往下推 又铺一遍 再到这儿 打指 好 再往下面 再往下面推 又到这儿 铺一遍 打指 是不是颜色 也是有从身到浅的 肩辩 是的 敲一个 六 这是技术 不行 你就只能靠勤快来凑好 所以像我们说的 你要是没有钱 你也是只能靠你的时间来去挤压 你如果说钱够 你看比如说我们就可以买一个水台颜料 对吧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时间节省下来 我在铺底色的时候 那如果说你的技术也是 如果你的技术好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时间节省下来 我技术不行的话 我就勤快一点 同样也是一样的 好 那像我这种技术流的 那我肯定上次 我就要快一点点 这样子能够把时间节省下来 能够早一点下课 因为我觉得现在上课 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一堂课上个三四个小时没必要 能够快一点上完的多好呀 大家开开心心的上完 开开心的下课 画画是这样的 你要是有钱有能力 就是真香 要是没钱还没能力 那就真的是苦 因为画材的东西 它真的是会有门槛的 画材这个东西 你贵的便宜的真的不一样 那因为我们本身底色 就打了一个非常整齐的底色 所以像画这个 现在上色就会非常轻松 你们如果说 谁材质打了底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 比如说上色的时候 可能有一点点粗糙 待会还会有方法要教大家的 不要乱说有啥梗 有啥梗呀 我都不知道有啥梗 那大家好不好奇 为什么看我画画就挺轻松的 我一上来 我好像就是跟机器人一样 我就知道我要画哪里 是吧 哪里用什么颜色 为什么这么选择 我为什么要用水彩打底呢 是吧 我怎么知道的呢 以前怎么没有看过呢 这还是专业基础 你还是得有基础 你才知道这些东西的 我们学习专业学习 不是说 哎呀 我学个采迁技法就可以了 很多班级可能就是教你一个采迁技法 采迁简单上下色 专业学习不是这样的 专业学习不是简单的教你一下上色 它会教你背后的逻辑 我为什么选择是吧 这个选择有什么好处 我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 有A解法有B解法 然后这个技法什么时候该用 什么时候不该用 就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说你技术型的 你能控制得了了 你就可以快一点 你技术不行的 你就另外一条选择 有很多方法都可以让你到达成功的彼岸 好 那么在画这个冰淇淋的时候呢 有一个比较难的地方 就是它的整个这条线 你要顺着这条线运笔 这里的话是小白的同学 你就可以重点留意一下 因为小白学习的话 很多时候是你的脑子控制不了你的手 你的脑子控制不了你的手的时候 颜料很快就能够一不小心 哎呀 画到这个外面过来了 对不对 一不小心就画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顺着这条轮廓走的话 是可以起到小白练习的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有人知道老师用的是几号颜色吗 我上课一般是不会讲颜色的 因为讲颜色的老师是很不负责的人的老师 就像很多课程老师会教大家去九宫阁起行 你们有没有看过九宫阁起行的 有看过吗 看过的话敲个音 这是我们教育里面的耻辱 美术教育里面的耻辱 你说学画画是为了啥 你学画画 为了一个是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是吧 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提高自己的造型能力 提高自己的美术基础 对吧 这个提高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你的 别人拿不走的 也抢不走的 就是说我学了这个东西之后 别人是觉得抢不走的 而且我也不需要靠谁 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一个东西 我就能够轻松的做到 这是我们想要花钱去学的目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是的话敲流 那如果说 老师他为了保证教学效果 他教你什么 他教你九宫格起行 那这个是什么 他就会依靠九宫格 依靠九宫格是什么 我在每一次画画的时候 我要打很多格子 就像做科学试验一样 我要打很多格子 是吧 打各种各样的格子 好 打完格子之后又干嘛呢 又去标点 这里一个点 这里一个点 好 标完点 标完点之后 才能把这个形起完 那你有没有考虑到 你的格子是绝对精准吗 你的格子是绝对精准吗 绝对不可能的 他可能一不小心这里歪了 一不小心那里 那里也就是不正了 那只要你的格子歪 歪一点点 你的形就不可能准 第二个就是 当你格子打完之后 把这个格子一擦掉 一擦掉之后 你画画的时候会干嘛 画着画着 画着画着这个形就跑了 比如说我涂这个颜色 一不小心就会涂出来 画着画着就会跑形 所以画九宫格起星 你画一些简单进物 画一些花花草草都还好 就是你看不出啥问题 因为花花草草 你叶子大一点 叶子小一点 像冰淇淋也是 你的格子宽一点 还是格子窄一点 都没关系 他看不出来 但是九宫格起星 有没有试过画人的 嘿嘿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哇你九宫格起星 你怎么画都画不准 一旦上色就废 有发现过没有 这就是很不负责的教学方法 为什么你们要学水果进物 要学简单的东西 比如说画冰淇淋 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呢 就是因为 这些东西是通过 它的造型简单 它的造型不复杂 给你们训练出 你们的眼睛的观察能力 或者说你对画面的处理能力 还有造型能力 它是有意识地去训练你这些能力的 如果你这些能力没有训练起来 那么面对复杂的画面 你是根本没办法掌控的 尤其是人物 就很多有这种班级里面学过的 我有很多学员 可能就是他以前在其他地方 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导致最后就是说 他画人根本画不了 就前面 你可能画了一年 去学这些东西就白学了 没有任何作用 尤其是很多同学 画 画想要来学习 他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 以后想要画个人物 想要给亲人 尤其是家里有宝宝的 想要给他画一个肖像 记录一下他的成长步骤 或者说以后想借借单 教教学生 是不是有这种想法的呢 有的话敲个一哦 我这个是一个粉红色 你是霉红桃红都可以 颜色不需要那么的精准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只粉肉色 粉肉色把它的亮步化一下 为什么九宫阁 他的起行方法那么不好 还是网上有那么多人 要来教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个是因为那个老师 他自己起行本来就不准 是因为他自己的造型能力不准 所以他起行 他没办法直播 因为直播这个东西是 很看你的基本功的 你基本功好不好 一看就知道 很快就能够看得出来 那很多时候老师基本功不行 他自己都起不准 他就只能九宫阁起行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九宫阁起行的话 你们教学效果呈现的比较快 就是说你们有一个东西靠着 就是没有学会走 就学会跑的时候 很快就能够有一些 学有所成的效果 那这些效果出去打广告 我出去介绍 还是会吸引人一些 对吧 但是不是个好事情哦 那现在我就是用的一个粉肉色 粉肉色非常用力的 稍微用点力 把这些颜色盖一盖 盖一盖 把它噪点盖一盖 这样子一个粉嫩嫩的冰淇淋 它就画完了 非常快速 效果非常的快速 好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些局部的颜色 有一些整体的颜色 局部的颜色还有一些变化 那我们就把局部颜色来塑造一下 现在是用一只大红 大红把这些深的地方 颜色艳丽一点点 画一画 哇哦 是不是超级快 我今天节奏会快一点哦 因为下面的整个淡皮 是我们重点塑造的地方 还有需要大把的时间去画那 就没办法 很慢 想要去私立学校当老师 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优化的课 是我们整个 不是我吹 真不是我吹 实话实说 是我们美术教育界里面的一股清流 也是一个标榜 很多美术老师在学校里面当课件 就是直接课堂上放我们的录播 还会有一些其他机构的美术老师 偷偷地在我们这报名学习 我有的时候过来 有一些老师过来应聘嘛 我就应聘的话 我就会问他 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优化的呢 因为我们其实优化 招聘不是特别多 因为我们优化走得比较的扎实嘛 没有那么快地通过资本去扩张 实打实地认认真正地去教学 然后通过教学的口碑呀 效果去招生 也没有太通过付费的流量呀 或者说广告投入啊 没有这种资本的运营 实打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 所以我们优化成立六年了 才二十几个人 一个六年的教育机构 才二十几个人 发展发展得很稳 然后我就会问他 你是从哪里知道我们优化的呢 想要来我们这当老师 那个人就会说 我同事在你们这学习 是我同事就在你们这学画画 把这些所有的暗部的点 那这个地方呢 是有很多的冰淇淋 它会有交接 这里交接的地方看到了吗 冰淇淋跟冰淇淋之间 它的冰淇淋的肉肉交接之间 会有一些小缝缝 小缝缝的话 颜色会深一点点 那这里就要用大红 微微地卡一下下 像我们用的是 霍多福的纸 水彩打底之后 画面会有那种硬硬的 小小的小颗粒 这种小颗粒的话呢 正好就满足咱们冰淇淋 那种沙沙的 像是冰沙一样的质感 非常漂亮 这一点是刻意这么做的 因为我知道水彩打湿之后 它会有一点硬硬的感觉 那很快它就会出来 水彩那种沙沙的感觉 非常漂亮 有没有那种沙沙的冰沙的感觉 然后不是前段时间 我上水彩课吗 上水彩课的时候 画了一个水彩人物 后面我们 你们知道维维老师吧 维维老师是我们水彩的助教老师 维维老师之前是在 长沙的一个另外一个美术机构当老师 然后他的同事 他的同事 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发了那个朋友圈的内容 就是我们上 YP的内容 你们说画画这一行水深不深 有可能你的老师 跟你一样 都是在同一家机构学习 瞧不瞧 看的都是一个视频 同样的方法 还是拿霉红色呀 粉红色呀都可以 摆这个位置 继续上色 那我说的能力强 一年同学 你能够一次控制 由深到浅的渐变关系 那是最好不过的 你画起来就会像我一样的快 如果说你控制不了的 你就像刚刚我教你的方法一样 那个叫做层叠 一层一层的叠色 层图层叠 一层一层的叠 能培养出一个老师很自豪 对 我一般培养老师 我是培养老师跟培养学生 我都是毫无保留的那种 因为会有成就感 但是想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掌实 是很难的哟 你们可能去看课 有一些老师也能话能讲 也能教出学生来 这种老师是很简单的 给我半年的时间 如果说你真的是想 从事美术教育行业 给我半年的时间 我可以培养出一个很优秀的美术老师 即使你以前从那没有拿过画笔 我有这个能力的 优化的老师 所以优化的老师离职啊 什么的我从来不怕 就这么狂 优秀的老师但是很少哦 我所知道的 线上里面优秀的老师是非常少的 因为优秀老师 他教的不仅仅只是技法 他教思维 教你的绘画思维呀 教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教起来 没有那么轻松 游戏的老师的话 他你要做课程研发的 你要做这个课程内容的研发 这样才是一个优秀老师 好一样的方法 他就非常快速 一样的方法 我说了老样子 能控制得了 由升到浅的渐变的 你就一次到位 控制不了的同学 多次叠色 其实我是觉得你们可以锻炼一下 自己的这个上色能力了 可以强迫自己 有些东西 你自己不逼一下自己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优秀 不逼一逼自己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优秀 那我就会经常逼你们交作业 因为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就是我要做 我就是要做得最好 所以我是胜负心 胜负心很强的人 我做美术机构 那我就要做到宣赏最专业的 做到口碑最好的 但是我肯定做不到规模最大的 因为做到规模最大的话 你肯定教学品质啊 教学质量还是很难把控的 我不会求最赚钱 但是我是求做到最好 做到最好的话呢 就是说绝对不会差钱 学习的话也是一样的 你既然花了钱学 或者你没有花钱学 也是一样的 你要对自己提高要求 就要做到成本啊 或者说效率最高 可能有一些人 现在年轻人可能有一些 不像我吧 我现在很流行躺平这个词吗 这样得不到 那就干脆不去拥有就好了 直接躺平 是吗 我是很理解不了 躺平的这个思想的 我非常理解不了 因为年轻人就觉得挣钱好难哦 可是我知道 我从我大学毕业到创业 创办优化 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觉得挣钱难过 我觉得挣钱真的是一个不难的事情 为什么会要去躺平 我挺搞不懂的 很快速的 从它的左边到右边 颜色依次慢慢变身 看到没有 左边颜色是变身的 整个右边是变亮一些的 要不要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挣钱的小秘密 整个右侧颜色会浅一点 左侧颜色深一些 一定要注意这个颜色深浅变化 这是考验你的观察能力 你这个观察能力的话 而且会带到是 你看比如说三条冰激凌的凹凸起伏的地方 凹出来的地方 颜色一根比一根深 这里是最白的 然后这是第二白第三白 那这个地方全白肯定有问题 整体要上一边颜色 看到了吗 整体上一边颜色 它才舒服 挣钱的事情谁都喜欢对吧 看一下哦 这条小白线 小白线的话 这里是最白的 然后这是第二白的 这是最不白的 一定要有一个这种渐变关系 我觉得挣钱是一个态度问题 不是能力问题 是态度问题 就像我们优化早期 像我们创业 优化这是一个最好的案列 优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 线上教育机构了 有了这么多千千万万的学员 你看开个直播都有两千多的人气 YP学员每年都有一千多个人报名 那我们当时创办优化是 出于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心理状态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就我们的当时 我跟山安老师一讨论 我就觉得 首先我们创业 不是奔着去挣钱的 当然挣钱是最好的 然后为什么去创业呢 第一个就是 我是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人的 因为我们觉得 你做的事情 能够帮助到人 或者能够帮大家节省时间 那等于就是说 你给别人提供了 有价值的东西 你给别人提供有价值的东西 你这个事情才不会说 落到做不好 或者会失败 就是说你 只要这些东西做好了 你肯定会有钱 所以你如果说想要挣钱 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给对方提供什么 你跟同行里面 有什么样的一个竞争 竞争优势 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 厉害的地方 能够超出同行的 这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所以最简单的是什么 我没有那么多别人 比如说我要去工作 我没有别人那么有经验 那我就可以更加辛苦 更加努力一点点呀 我就可以更加勤快一点点呀 我爸妈从小教我的是什么 就说你勤快一点 你累不死的 你这个勤快一点 力气花完了 力气做完了 他就会又会 睡一觉 他又会生长出来的 所以挣钱 一定是个态度问题 你一定要找到 别人没有的东西 然后去做它 而且不要太笨着钱 不能太想着钱 你应该想的是什么 我如何把这个事情 做得再完善 再好一点点 我如何跟同样的人 竞争 我这个事情 就会比他做得好 比他做得优秀 我画一个画也是的 我画一个画 我就如何想着 我能比他画得好一点点 我要教课 我就在想着 我如何比别人 教得好一点 我如何让别人感觉到 我的课听着好听 舒服一些 或者说我能够给大家 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你要去思考这些东西 你要先学会给予 先学会给予了之后 然后再坚持 这样子我就觉得 没有说挣不到钱的 真的 挣钱还就是一个 跟人打交道的事情吗 无非就是做人做事的理论吗 你像我们优化 给你们提供这样的免费教程 免费资料 虽然我会告诉你们 我没有YP课 你要感兴趣 你可以学是吧 我会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也不常着捏着 但是你要不给钱 要不那个学习 我也从不会骂你一句 也不会说你一句 我也不会把你提出去 我也不会把你在公众号拉黑 我那么多的资料 那么多视频 还是在那放着 这就是太多问题呀 那有一些人他就播 他就气急败坏 你可能只要听见 他的科普报名 他过个三个月一半年 他就把你拉黑 他觉得你这个人 怎么这样白嫖 那这样的人 他肯定就做不好呀 做不长久的呀 你要相信 你所做的这些好的事情 总有人懂你 跟看得到你 知道你的善良 知道你的用心 绝对好的 能够看得到的人 比那些看不到的 会多一些 这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你们觉得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现在是用了大红 大红颜色微微加深 我们整个画面呢 是从一个浅色到深色 从浅色化到深色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做人一定要 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我因为我可能心性比较高吧 我挺傲娇的 是那种挺忠尊着自己 心走的 也可能是因为自己 确实也比较能吃亏 我是挺接受不了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或者跟自己不喜欢的人 打交道的 如果说我没有能力 去选择我的朋友 那我就努力一点 让自己能力再强一点 有能力去选择朋友 如果说我没办法 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我就努力挣钱 钱挣够了 我就能选择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心气可能会高一点点 那我就不可能会做 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好 碰完这个颜色打底之后呢 这个你看我们现在的 这个冰激凌比上面 是不是看上去 它有那种小白粒粒 有那种小点点 看得到吗 是不是有小白粒粒小点点 有的话敲个一 那这个是怎么办的呢 你这个时候呢 就要拿一个肉色 一个粉肉色 稍微力气大一点点啊 稍微力气大一点点 去铺一层颜色 这层颜色往上面一盖 它就变得非常细腻了 看修非常细腻 这是一个粉粉的肉肉的颜色 一般你画人物皮肤的时候就会有 像是画通常我们会画一些小清新的呀 颜色丰富的画面 那你在颜色选择上面就要选色号多一点点的 这个时候24色是满足不了大家的 最好是选72色或者说36色以上的 你像这种颜色你24色的彩性里面肯定没有的 这颜色是肯定没有的 如果说你用的是辉博家呀 还有一些 橙光呀 这种材料的话呢 那它里面是没有这种粉色调的 没有这种粉色调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靠你的技术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去铺 颜色丰富的话呢 就可以画得很快 彩纤它是非常讲究工具材料的 工具材料它是可以提高效率的 而且有一些颜色如果工具材料不到位 它是怎么画的画不出来的 没办法 它对于材料的要求比较高 如果是水彩的话就无所谓 水彩的话它自己可以调色嘛 很多颜色我都可以自己调出来 那我可能只要需要一个基础颜色在那 我就可以调出很多很多的颜色 那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好 用这种肉粉色轻轻铺一层 效果很快就出来了 好不好看 这里一定要注意一点点的是 你的颜色好 从左边往右边推 整体颜色 整体颜色一定是右边的暗部颜色 右边颜色会偏深偏重 因为整个光线来自于画面的左侧 整个右侧是属于一个暗部区域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那你可以时不时的来加深一下暗部用色 你看暗部用色 我这边时不时的来加深一下 对 功于善其事 避嫌利息器 哎呀 我今天 今天上课前还听到我们客服老师 在那里真的是 很懊恼 什么懊恼呢 我们客服老师 唐唐老师就是坐在我旁边嘛 就说 哎呀 这个人真的是 买一两千的材料 他都不报个名 我天哪 就是那种恨铁不成钢 虽然说材料真的很重要 但是材料跟技术之间肯定是技术有限 材料呢 是属于一个会 画龙点睛 锦上添花 的作用 可是你没有技术做支撑 你连门都没入 你就是用一万的材料 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你们是不是能感觉到这个 唐唐老师的语气 跟唐唐老师熟的 说又说不通 想劝他不买 他又不听 就是要买 买可贵可贵 还画不好 你们唐唐老师可逗了 那天 嗯 那天618 618嘛 然后有个学员 他就发了个朋友圈 说自己买了个苹果手机 然后唐唐 我就听到唐唐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念 他念什么 说 这个人 有钱买了手机 都没有钱报名 他说我要去问一下他 手机好用吗 为什么不报名 我听了这么多课 你都不报名 我要笑死了 然后 然后他就真的 真的跑过去问那个同学 说同学 你的手机好用吗 新手机 把我笑死了 然后那个同学就说 他说 我是给我男朋友买的 那是我 我自己没有用 唐唐就在说 你报个班呀 他说报个班之后 你提高 你投资你自己啊 给男朋友买什么手机啊 他说 你报个班之后 你明年 你就可以自己 换你男朋友了 或者说 你能力强了 你有才华了 是吧 你还可以换个男朋友 你们唐唐老师 逗不逗 我不 我不坐他旁边 我都不知道 你们唐唐老师 平常是这么 给你们咨询课程的 你们平常也是 这么咨询课程的吗 真的是 他说现在女孩子 怎么这样啊 花这么多钱 给男朋友买个手机 疯了吗 好 非常快速的 就把我们这种 软绵绵 入口即化的 冰淇淋的口感 就画出来了 画成这个之后呢 我们一般在画画的时候 好 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下 休息干嘛 你要观察一下 这个画面 是不是有什么 做的不足的地方呀 是不是还有地方 可以调整啊 这个时候 就是考验 我们的观察能力了 为什么在大家 起行的时候 不让大家通过 九宫阁起行 就是因为 九宫阁起行 你的观察能力 会锻炼不好 你像 现在如果你自己 能起行 自己画的好的话 你就会观察 有一些细节 还是做的不足的 我们就要来 弥补这些不足 比如说 这个位置的颜色 没有种下去 深浅关系出不来 然后果肉那种 重叠感就出不来 干嘛 继续加深 对啊 特别逗 我有的时候 可能会自己思考的时候 我就会想 画画能干嘛 然后为什么要学画画 然后我脑子里面 就会有很多很多 很多的答案 把这个地方 微微加深一点啊 这个用的是棕色 深棕色呀 还有红棕色呀 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把这些暗部的颜色 稍微加重一些 我的话呢 我是不打算画的 像素材图一样 那个冰淇淋的口感 特别硬 我会画的软明明一点 觉得口感好看一些 好吃一些 画画对于我而言 就像 吃饭喝水一样 那么正常 然后那么熟悉 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从小开始画画嘛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接触画画 开始正式接触画画 到我大学毕业 教导我工作 从来没有跟画画 离断开过 画画对于我而言 真的是一个 融入到我生命的东西 我小时候是怎么学画画的呢 我妈说 她说我小时候家里做生意 没有人管我 没有人带我 然后我自己在家里 就有那种 以前小时候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塑料盆 小的时候那个塑料盆底下会贴一个 比如说一个金鱼啊 一个小黄鸭啊 那种塑料盆 你们有没有见过 有见过的话敲个一 我妈说我小时候就对着那个盆画 画那个盆里面的小动物 可能四五岁的时候吧 我妈说我可以画得一模一样 完了之后 我妈就把我送到画班去学习去了 从此就再也没断过了 我小时候可乖了啊 每次不听画 不好好学习 我妈就会威胁我 你再不好好学习 我就不让你学画画了 或者说我就把你的书撕掉 不让你不让你上学了 我就会特别乖 好同样好 我是很快速的由生到前控制着他的 明岸关系 非常快速的往左推 采迁公开课我好久没有上过了 今年这是离咱们上公开课 一年之后的回归了 然后这一年因为我画了很多的水彩画呀 画了很多的其他的绘画超学石啊 我就很讨厌那种慢慢磨呀磨呀磨的采迁了 现在我上课你们明显感觉到我的节奏比之前要快 以前画画的话就会慢很多 亮部不画吧 对亮部是直接流出来的 直接流出来就好了 我是直接一次控制深浅渐变关系的 你们控制不了的就要多层叠色 控制得了的就可以像我这样子 我是觉得不管你控制得了还是控制不了 都试试我这个方法呗 嗯 画毁了的话画不好 大不了就是一张纸的事情嘛 你就重新画嘛 多大点事情 很多人他特别喜欢画画 但是他会想很多 哎呀比如说我的材料行不行呢 然后我的起行准不准呀 我用什么颜色呢 这个这个画 画不好怎么办呢 他会想很多的事情 你像我这一次我最近上油画的YP课嘛 我有个同学超级认真 给我列了 列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能不能找到 给我列了一页的那个问题 学习态度非常好真的 学习态度真的没见过这么好的 哎我找不到这个聊天记录 就比如说学画画 学油画要怎么样啊 调色应该怎么样啊 然后我把那些问题全部回完之后 我就说 亲爱的你现在最主要的是 不要想那么多 你先画就得了 画画是一个过程问题 只要在过程中能发生的问题 并得到解决 你就能画得好 你想再多 你不动手 全是没用的 保红水带纸不可以 保红水带纸的话 能画起来的话会非常的硬 然后会比较粗糙 其实借用我们山羊老师的名言名句 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首先你得画 你得动手 你得喜欢他 你才有可能跟他共处下去 对不对 油画课等挣到钱再来学 好的呀 同样的哈 这个位置是我们整个冰激凌 最深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颜色我就觉得一次加很深 这个位置颜色很深 自从学了画画 特别想好好挣钱 好交学费 这个态度一百分 你现在所努力 画出的精力 如果说以后 你但凡想要通过绘画 把这个钱挣回来 轻轻松松的 画画这一行是 你画得好的 你挣钱非常容易 可是大多数人他其实 画画画的并不好 所以他们挣钱就会很辛苦 然后很多人因为他不懂画画嘛 他就觉得自己画的还好像还行一样 还画的勉勉强强 甚至有点洋洋得意 觉得自己还不错 但是我们这一行里面专业的人 一看就知道的 像我们如果说挑老师呀 或者说找人接单呀 还有最好 最挣钱的就是一些游戏公司 找画师嘛 那他们工资开得很高的 年薪几十万的都有的 还有一些商业插画呀什么的 人家一看就知道 你有几斤几两的 就很多人他不是很专业 他不是很懂 就觉得有画画好像 只要随便学一下就能挣钱 其实不是这样的 想要挣大钱 你要好好学习 好 这边颜色是整个 我们整个冰淇淋这个位置最深的 所以是非常用力的 直接是一次成型 把颜色深浅变化一次成型 浅的地方直接流出来 然后用大红色 把它的饱和度再提一提 大红色 那个亮色的地方 如果不小心画暗了一些 怎么办呢 彩铅它是一个不好修改的画种 如果只是画了一点 画深了一点点 你可以用电动橡皮擦轻轻的擦掉 如果是大面积画错了 就没有修改的余地 所以画彩铅是非常讲究 绘画步骤跟绘画方法的 你正确的绘画步骤跟方法 是很难出错的 你像你用我今天所教的这个方法 从浅色铺到深测 你很难颜色会化深 很难颜色会化坏 基本上是不会的 或者说用橡皮泥滚一滚 也可以起到调整的作用 彩铅也是非常需要基本功的 它也是我们零基础入门 可以起到很好的锻炼 你的基本功的一个画种 彩铅是没有基础就可以学的 应该是彩铅基础吧 如果是彩铅人物 你是肯定要有基础的 彩铅基础班的话呢 不仅仅会教素描知识 还会教色彩知识 它可以让你有效地 避免掉这些基本功的问题 终于看到你了 不不不不不不 欢迎欢迎王同学欢迎 因为我将近有一两年 没有上过公开课了 我为什么没有上公开课呢 是因为彩铅这个课程 是作为优化最早的一个课程 是我们整个优化的王牌课程 已经培养了很优秀的彩铅老师了 我就没必要再站着这个 站着这个位置了 因为做优化是想说 以后让优化能够传承到 年轻人的手上 能够让优化作为一个 很好的美术机构 永远地活跃在咱们的教育一线 让你们以后 不管是你想学画画 还是你的小朋友想学画画 有一个专业的地方 不坑人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教学方法 不是乱教的 绝对是教的好的思路 教的很专业的知识 不会乱教 也不会太过以正前为目的的一个机构 想把这个机构传承下去 那么你就传承的话 你不可能是全部得靠我呀 我就把一些好的课程 基本上框架已经搭建好了 课程体系呢 也比较科学了 老师呢 也比较优秀了 那我就可以让位了 这两年我就出现的比较少了 对 我们离百年岛店 还有94年 水彩打底以后 只能用油性采鲜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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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底之后 油性水溶都可以 只是你如果水彩打底的话 你的线稿 你的线稿一定是 要用油性的 打底的时候 线稿要用油性的 因为它很容易混开 水溶的话很容易混开 好 我今天的这个冰淇淋呢 画的会比素材要更加的美味可口 好像更甜一些 我画了稍微的液了一点点 美术老师是不需要教育资格证的 一般私立学校都是没有那么严格 资质上面没有那么严格 好 现在又拿到了这只粉粉的肉色 我们画采鲜通常是要准备 两到三套工具 一套呢是水溶性采鲜 作为一个基础入门 你可以用着不心疼的工具 一套呢是油性采鲜 作为画一些相对复杂 相对中阶中高阶难度的题材 它会适合一点点 比如说今天这个 同时呢还要准备一套辅助性材料 辅助性材料也叫做中和性材料 比如说马克笔 比如说水彩颜料 这些都是辅助性材料 它能够弥补彩迁的不足 任何绘画材料 无论它多贵 无论它多专业 包括油画材料是吧 无论它多贵多专业 它都会有问题跟弊端的 任何一个材料都会有它的短板的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技法呀 或者通过丰富的材料呀 去弥补它的这个不足 那我们但凡想要采迁 稍微稍微好 专业一点点的 不要太业余的同学 你一定要准备这几种工具 水溶采迁 油线采迁 专业的采迁纸 水彩纸 还有中和性材料工具 这是你入门的标配 采迁只想画人物超写实 也不知道为什么 谁是右画一姐 谁可以接你的班 说实在话 我觉得可能是小爱吧 目前 因为小爱老师 他既具备专业素养 又具备管理 以及这个 运营的能力 因为你管一个企业 你不仅仅只要画好画上好课 像我们右画 作为老师的话呢 我们是希望大家 把课上好 同时手上功夫又好 所以右画的老师 你们会觉得很不错 很优秀 但有一些 有一些要求没有那么高的 他就只觉得 老师只要画的好就可以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教学 你老师的专业能力强 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老师要讲的好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讲的就是有点透 你一听觉得 哎呀这个课我想上 这个老师听得懂 我听得懂 我不会想困 不会想睡觉 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这种感觉 他敲个异 尤其是对于入门的课程 你不满足这一点 太难了 一听这个课 你说什么中央美院 什么大师 是吧 什么教授 开什么学术会 什么教程 几万块钱的课 你一听他课 你就困 你一听他的课 你就困 那你们觉得 这是一个好老师吗 站在我们的体制以内 你肯定说 哎呀人家那么大名气 是吧 中央美院的 那肯定是好老师呀 可是我并不这么觉得 我不会 不会被这些头衔给吓到 我觉得这肯定不是的 你很多家长 很多学生 他在学习的时候 他就忽略到这一点 他很看头衔 一定要什么什么毕业啊 什么什么东西啊 但是忽略到教育的本质 就是人跟人的交流 如果你人跟人的交流 你都没有听下去的耐心 那这都是没有用的啦 或者说这个老师 他在教育你的时候 他没有耐心 他就只想教聪明的人 就是他眼中的好学生 差学生 他不想教 那肯定不是好老师 这是违背教育的本质的 我们对老师的基本要求 优化对老师的基本要求 就是要满足这一点 好 然后说咱们的小爱老师 为什么优秀呢 因为我如果是作为一个 简单的工作者 画画是我的工作 我也热爱他 我不需要太考虑招生的事情 我不需要太考虑钱的事情 我不需要去外面做业绩 那我还是相对来说 会轻松一些 对不对 你想你毕竟有一个公司 有一个机构 你毕竟有二十几号人 你要养活 如果都没有人去招生 都没有人去挣钱 那机构就没有资金运营 机构没有资金运营 那这个机构就会倒闭 那我们再好的教育理念 再好的老师 再好的教学体系 是不是也会面临着倒闭 你们就永远都看不到了 背后的逻辑跟理论 就是这样的呀 所以你一个更优秀的金牌老师 是绝对要有很好的 运营跟招生能力的 就是我肯定是要挣得到钱的 就是说我肯定是要把 我这些教学理念啊 什么东西都要宣传出去 让别人真的会说 考虑到来我们这学习 你肯定要这个东西的 你不要的话那怎么办呀 一大家子人要养着 好 这一点能力很强 这一点能力强 也不算最强好 因为会招生 会影响到老师太多了 你们应该有去网上看过 各大那种公开课吧 会不停的让你报名呢 给你画饼呢 像我现在就是在给你画饼 开玩笑的了 是不是 感觉 我是不是要掉坑了 没有了 开玩笑的 这种能力是很容易的 也是很容易具备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失德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失德 失德以及你有管理经验 有管理能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挣到钱我不会飘 挣到钱我不会违背我的教育出行 我不会为了挣钱而去做教育 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本性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是管理能力 哇 你们小爱老师真的很强的 小爱老师的管理能力比我强多了 我的管理能力是很很差的 我的管理能力超级差的 但凡稍微做过管理层工作的同学就知道 管理这个东西真的太难了 他要想很多东西 你像我们小爱老师 现在是作为教职部的主管 他又要想着把学员教好 又要想着把我们上级的关系要协调好 因为他觉得至少说 我是带他入门的师傅 然后我是他领导 就很多东西他要跟我沟通 又要把下面的人培养好 所以他好难的 特别不容易 也是因为他特别优秀 所以才会想这么多的事情 反正我不行 我是一个绝对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工人 我只有一颗赤诚之心 好 现在的话呢 用的是一个呢 肉色 这是粉肉色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去拍个照 把步骤保存一下 咱们冰淇淋的部分就已经画完了 最下来呢 就是要稍微复杂一点点的整个填桶 填桶的话呢 我是主观做了一些处理的 去拍个照 好吗 拍个照的休息时间呢 既然你们说到这么优秀的 小爱老师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小爱老师带的班级是有多么的优秀好不好 小爱老师真的是我一手带入门的哈 就是以前他是完全不做线上这些行的 然后呢 我做线上教育 我更多去思考的事情 我是想 真的是想把美术这个事情传承下去 更多想的是如何把教育 如何把我们这些教育理念去传达出去 然后传达的同时我们是肯定需要资金去运转的 那我们肯定会有课程 这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我不希望大家是因为我们的科蒙拐骗 让大家来诱化学习报名的 或者因为大家因为一些虚假的内容招生 比如说去网上道一些很厉害的人的话 告诉你是我画的 或者说去诋毁一些同行 或者去做一些 反正在我作为 我认为我的认知里面不是很道德的事情 去进行招生 或者去进行挣钱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要想挣到钱 还要盈利 那我们就真的是要花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心思的 也是因为我们花了这种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心思 就让我们优化一直在行业里面处理不倒 因为我们口碑真的是用诚信去进行招生 进行运营 进行传承 用诗德 诗爱 去进行教学 所以在疫情期间 行业这么不景气的时候 优化依然是运营的还不错的 也没有倒闭 同行就会觉得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秘籍 能够做到这么好 其实没有那么多套路 为什么非得做得好就要套路呢 就好好教不就好了吗 好好说 好好讲道理 你专业学习肯定比自学好 这是百分之百的 这样的道理 如果还要用坑门拐篇去讲的话 你们不觉得这个社会就已经是很畸形了吗 很奇怪的 我就觉得肯定不是这样 小爱老师呢 他是现在负责我们 怎么拉你说 小爱老师 小爱老师头也很大 老师抱人像班需不需要基础 写实和跟超写实有什么区别 好想画人像 等一等我慢慢讲 我给你一点点点讲 首先我们学习的话呢 一定是要根据你的自身情况来的 你不能说我以前没拿过笔 我就来学超写实 是吧 这肯定不行 你什么阶段适合什么东西 学习就像一个走台阶一样 你每一个步骤的前进方向要正确 然后你每一个台阶都要稳稳的踏上去 每一个阶段你要找准找对还得上去 这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的 你是什么阶段就适合什么东西 那我们学习人像是肯定要有基础的 但凡哪个招生老师告诉你 哎呀你没关系 你没基础 你放心 我们老师肯定教的会你的 你不用操这个心 那肯定是骗你的 你没有拿过笔 那如果说这个老师是看到你的作品 然后能够精准的把你的问题说出来 知道你适合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告诉你需不需要基础 所以你到底能不能适合报 我也不知道 我得看你的作品 去找我们的老师 优化 优化23 微信优化23找老师去咨询就好了 再接着呢 写实话跟超写实有什么区别 我给你看一下对比图好吧 这都是我们班上的班 我找一下我们近期的彩迁 人像班 为什么要看人像班呢 因为人像班的对比是最明显的 我自己在教超写实嘛 人像班的话是秋秋老师带的 现在彩迁基础班跟人像班 我都不带了 彩迁基础的话 人像也是彩迁基础 也是属于彩迁基础这个体系里边的 怎么没有作业更新啊 我看一下 十一期人像 给你们看一看 看一看区别 我们要不就看一下如歌的吧 刚刚如歌不是在吗 如歌是最近刚接了一个订单 我推给他接的 有一个定制彩迁订单的 他之前是在我们彩迁 也是基础班学的 看一下他的写实作品 跟他的超写实作品的区别好不好 哎 巧了 正好想到我找半天 我还不如找你呢 现成成的暗恋 又挣了钱 是吧 又学的这么好 如歌还在吗 找一找 好 这是我们写实班如歌同学的作品 他找一找他近期 那这个是他最近教的一张作业 这个是写实班的作业 然后我来找一下他超写实班的作业 哦 他是我们超写实二期的同学 左一左 左一左 优化已经成立六年了 班级很多 教过的班级是非常多的 找的事 找的要需要一点点时间啊 如歌应该是两年前的啊 两年前的班 两年自己就挣到钱了 幸不幸福 好 这个是超写实班的作业 这是他近期化的 然后他也很聪明 这个话他是用了水彩打了一个小底 你们看哈 水彩打了一个小的底 到最后的上色 这是超写实的作业 超写实班的作业 然后这个是他的写实班的作业 看得出区别吗 看不看得出区别 这都是我一手教的 真的是一手教的学生 你看 把这个作业保存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对比 而且这个话不是我上课教的哦 就是这个话是他 是他毕业之后自己创作的 这是我们优化的学生超级厉害 因为我们所主张的学习方法是 你毕业之后要独立创作的 不是老师画成什么样 你就要画成什么样的 你看这个黑人的小女孩 还是我上课的时候教的 上课的时候教的作业 他可能比他自己创作的 还要还要稍微弱一些 因为他现在进步很大很大了 已经是完全是可以独立创作 并且自己独立接单的 很厉害的啦 看一下 写实作业的话呢 因为你们相对来说基础薄弱一点点 那么他的造型呢 他的细节呀 就没有那么出彩一些 超写实的话呢 画面细节会更加的耐看 更加的细致一些 这是我们最典型的写实画 跟超写实画的区别 那他超写实的作品 我还可以给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这个同学他是 才接了一个订单 接了一个写实订单 大概是五六百块钱 这是我们上课的作品 然后他的 平常的自己的创作 课外作业 是不是很想来学习呢 如果你之前 来优化之前有没有基础呢 太久了我忘了哈 因为很多人就会好奇 哎呀这个同学是不是以前学过画画呀 是不是以前有基础呀 所以才画得这么好呀 这种问题让你自己来解答吧 感觉我解答的话都没有太多意义 一点基础都没有吗 是一点基础都没有吗 好 这是我们采迁吧 像是优化的学习效果 我是从来 一点都不夸张 然后我也很淡定 因为优化的 但凡你关注了优化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优化了实力 这个东西都不需要太多言语 跟话语去包装呀 或者去做假的 我们实力就是在这儿 你拿任何一个东西出来 就是要吊打同行 就是这么牛 就是我们说挣钱不难 是因为我们已经做得这么好了 但凡眼睛擦亮眼睛的 你就知道好在哪 然后我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小爱老师 小爱老师的班级 小爱老师的班级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教得好的 为什么呢 水彩这个画种呢 是很难的一个画种 因为一下子颜色又涂不好啊 调色又调不好呀 细节又掌控不了啊 所以没有基础 其实学水彩有点难度 你要是没有基础学采签 相对来说会轻松一些 会轻松很多应该是 所以采签教学相对没有那么难 网上的采签课也会很多 采签老师也很多 但是水彩真的想要学好 老师就太重要了 我天哪 我觉得老师真的太太太太太重要了 我们小爱老师 在我们的水彩班里面 付出了超级超级多的心血 我觉得 大家真的要好好爱小爱老师 你没有基础学水彩能学这么好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学水彩的就知道 你没有画过画之前 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车祸现场 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的话敲个一 你如果说 这是我们的春枝柳 是吧 小柳今天在吗 小柳平常也会在课堂 你没有学过水彩 你就知道 真的车祸现场 画的真的会崩溃的那种 可是小爱老师能把一个 零基础的班级的水彩班 能带到这么优秀 你们真的是不知道 小爱老师在背后 付出了多少心血 小爱老师上课已经两年了 将近三年了 他每一次上课之前 都还会拉肚子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他的整个状态 太敬业了 他每一次上课 他都会把这个课件 画无数遍 每天晚上在家 画到凌晨一两点 然后还是会因为担心 准备不足教不好你们 就会很紧张 因为他就是把你们 学得好不好 然后他教得好不好 看得特别特别特别重 你说这得是夺负责任 才会这样呀 这得夺负责任的老师 才会这样 他每一次上课之前 到现在 就是现在拉肚子 就没有拉的以前厉害了 我每次就说到 我说小爱你不要这么累 我说你放轻松一点点 我说你不要这么辛苦 你已经很优秀了 你已经很棒了 按你的经验来说 你带这种基础班 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不要再弄得自己这么辛苦 但是他就是不停 就是还是很用心很用心的去负责 去教你们 好你看 这些后面画的作品 你看多优秀 棒不棒 不死心的问波波 能不能算课外 啥呀 啥能不能算课外 其实你想学 啥能不能算课外 我们课外 我们课外作业的话是 你本个课程体系里面的 只能画那个类型的才算好 这是我们水彩班的同学 你看每一张画 你要是放到网上 发个微博 发个小红书 哪一张 你是不是都会去点个赞 这是我们春之柳的彩迁 这是他的水彩 会不会去点个赞 会去点个赞的话 敲个一 这就是实力 你说有些同学 我就真的 我特看不上 有些人过来咨询 他说 老师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资历怎么样啊 来上来说一下 真的有的时候就想说 呸 完全不懂 真是瞎瞎 瞎问 画画这个东西 是最不看资历的 我给你讲 你理论性的 可能一些 专业课程 理论性的东西 是可以看学校 看院校的 画画这个东西 是最不看院校的 你问这个东西 有什么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你让人小爱老师 他就是不是美院毕业 他可以画的这么好 教的这么好 你说哪个老师 可以这么牛 水彩里面 我真的服小爱的 我自认为 我的水彩基础教学 我还没有他教的好 我是一个 很有知识之明的人 而且我很清晰的 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我会毫无保留的 把我的专长 擅长的东西 分享给别人 当然我也会虚心的 像比我厉害 比我强的人学习 对很多人话呢 因为美院的教学体系 现在当代美院的教学体系 是很当代的 他们玩什么 玩思想 玩行为艺术 玩装置艺术 玩观念艺术 玩什么脱个衣服 去街上走一圈呀 然后脱个衣服 让你在别人身上写字呀 用脸去画画呀 用扫把去画画呀 他们玩的是观念 观念艺术 像这种扎扎实实 适合零基础 学习的这些基本功 其实现在很多美院的人 没有了 稍微强一点的 就是中央美院 因为中央美院 是我们体制以内 看的最重的一个学校嘛 他们确实多年以来 所坚持的都是基础教学 扎扎实实的 去画基本功的东西 那中央美院的老师 确实造型专业是不错的 但是设计专业还是不行 这是我们体系以内的 你要知道的东西 同时一个好老师 他不仅仅只是画的好而已 还要看他的学生 你们看这些作品 因为水彩班 我不是很了解 我不是很熟悉 我就是剪着 我可能以前 在我班上学过的同学 给大家看一下 欣赏一下 非常优秀 好 说了这么多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专业的人交给专业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如果花一点小钱 这个钱 绝对是物超所值 绝对是值得的 不要为了这些东西 去耽误你的梦想 继续上色 把这个纸巾贴一贴 我把这个纸贴一下 等我一下下 上色 花画真的是一个 特别肉眼可见的 你画得好不好 一看就知道 教得好不好 看他的学生就知道 花画是最能够 检验教学成果的一个科目 你老师厉不厉害 行不行 看学生 老师技术行不行 看他的画 是不是超级好检验 你要是学那些什么 化学啊 理论啊 你就相对来说 还是很难检验 说老师教的怎么样 好 那我们也是遵循 由浅色化到深色 因为底色已经打了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就要用一个黄色 用一个黄棕色 或者土黄色 把他的 把他的这个 蛋皮 裹蛋皮去画了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 黄棕色 是不是有同学好奇 为什么不用土黄色呀 土黄色就跟我们刚刚 咱们在画冰淇淋的时候 去用那个肉色哈 用肉色去压噪点 所以土黄色 其实是我们一个王牌 你要放到最后面 去压噪点的 不要那么着急的 就往上面画 往上面进行 现在是一个黄棕色 顺着他的轮廓 这样用笔 整个填筒 它是一个圆柱体 圆柱体的话呢 它的明暗交接线 渐变要非常的自然 非常好看 那么我们的韵比就要讲究 一定要用两头青中间重的韵比 在它的右 右边 整个右边是暗部的地方 慢慢的加深 一定要用两头青中间重的韵比 这里如果不符合这个韵比的话 那么你的弹筒画出来 就会是不锈钢的 两头青中间重的韵比 刚刚我是不是忘记说了 想要来到 右画专业学习的同学 记得关注 夜画教育微信公众号 找到客服老师的联系方式 或者直接 加咱们客服老师的微信 右画二三 把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交给我们右画做 你就放心了 我一直都很自信 我就觉得我们右画特别好 特别优秀 右画老师特别棒 然后你们不来 右画就是你们的损失 一直就这么的 自信 所以我介绍咱们的课程 我就一点都不心虚 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讨闲 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 我就是要告诉你 真的很好 一定要让你试一试 因为你来了之后 你绝对不会后悔 你绝对会感谢我 你要不信 我就说到你信为止 因为我就是在帮助你 我就觉得真的很好 好 这个果蛋皮 这个位置 它会有一点点的厚度啊 这个厚度的话 是它的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边 这个小小的边 也要画一下下 颜色微微加深一点点 看到一个小边边了吗 小边边加深一点点 打底之后 发现没有 我们这个上色 就变得异常的简单 异常的轻松 不停地用两头青中间重的笔处 加重现在这个区域 三分之一 整个填桶 右侧三分之一处 这一条线 左右两侧颜色 渐变的浅一点点 好 同样 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边也是一样的 填桶的位置 一直都是使用弧形运笔 而且是顺着它的轮廓走的 顺着它的整个结构 是一个弧形 圆桶 画圆桶的运笔方式 十有八九都是这样运笔的 画圆桶都是这么画的 咱们圆桶都是弧形运笔 这样子画出的圆 圆桶它会足够的圆润 那么这个填桶上面 它还会有一个小的字母 看到填桶上面 这个小的字母了吗 那你像我这么机智的小人儿 我怎么会错过 给我们的IP 加上水印的机会 看到我在写什么没有 我怎么会错过 给我们诱化 打水印的机会 以前是因为家庭机会 家庭条件没有选这条路 对 有一些人真的是把画画作为 梦想在坚持的 有一些人 他是把画画作为挣钱的工具 在坚持的 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诱化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可能会流失到一些老师 对于某些人而言 画画只是他的一个工作 但是对于我而言 画画是我的生命 作为工作 那就很简单了 那就是要挣钱 是吧 挣得 挣多挣少 是一个检验你工作 是否好的 一个很大的检验标准 然后我们优化呢 因为 一直都没有 受到过资本的介入 也没有接受过别人的投资 所以在整个运营跟发展上面 我们又是选择了一条 稳而长的路 没有选择激进型的发展方式 就导致了我们的工资 没办法作为业界里面 开到最高的 就肯定是做不到的 但是绝对不是业界里面最低的 我们是中等偏上的一个工资 人生在世就做很多事情之前 你要好好地思考 这个事情的结果 是否是你想要的 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 你像我做优化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知道优化注定的 不是一个很挣钱的企业或者公司 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所以当我挣不到钱 或者挣到钱的时候 我都不会太 就是有一些波动或者触及 没有挣钱的时候 我不会慌 疫情期间是吧 挣不到钱 我不慌 我就不紧不慢 然后挣到钱的 我也不会飘 因为我一早就知道 这条路注定的是这样子的 走下去 最可怜的 就是有些人 他其实没有想好自己的职业 没有想好自己的从业选择 然后贸然地进入一个行业 最终 结果就不会特别好 对 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你一定要多思考 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思想 思考 一定要 早早地就要学会思考 要甚至说上升到更加 大一点的范围 是要想着你为什么活着 你生来是做什么的 我会去想这些东西 然后我为什么要工作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家公司 我应聘的时候 我就是在选择公司 是不是 在双向选择 这家公司什么吸引我 我为什么要来 如果是我一开始就想好了 我就是奔着挣钱走 那我就绝对不会去做画画 因为画画绝对不是 挣钱能挣到最多的 我就是顶着挣钱的行业去做 或者顶着挣钱的岗位去应聘 你不能说 哎呀 你又要想着工作轻松 朝九晚六 是吧 福利待遇好 就是节假日正常修 你又想着挣到行业里面 最多的钱 怎么可能嘛 在你们报班学习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你又要想到 哎呀 我又想学到最好 最专业的学费 就是那个体验 学习效果是最好的 你又想不想花钱 是吧 或者你又不想花很多钱 你如果他的教学效果好 然后服务好 那就说有人力在这里支出 那你肯定就不可能会太便宜 所以做什么事情之前 要多思考 真的 大家 你们在消费 任何事情消费的时候 要真的要去思考 背后 他的东西 为什么卖这个价格 是吧 然后你为什么要去选择他 他哪里打动了 你真正是因为价格吗 你要在买任何东西 都要去做成这个思考 大家真的 我真的要推荐大家多思考 这样子 你至少说在以后 遇到一些网络诈骗 都不会被骗 我们有学院 最近 最近网络诈骗很严重 你们知道网络诈骗吧 你们一定要警惕啊 最近网络诈骗很严重 真的被 被骗的血本乌龟的 有的 我有个学院 被骗了七八十万 就是要多思考 平常 一定要多思考 是吧 别人有真情的机会 怎么那么好 就落到你头上了 你就运气那么好吗 你就跟人家关系那么好吗 毛毛人海之中 他能碰到你 他就碰不上别人吗 一定要多思考 你一定要多想啊 你们 我很怕你们被骗 你知道吧 因为我觉得 学到东西 画到东西 这都是迟早的事情 画好东西 学好东西 这是迟早的 只要你花时间 花精力 跟着我学 这是迟早的 但是思维的东西 不是一天两天 能养成的 有的时候 你可能运气好 没碰到过 好 我再把这个 右画这个小logo 一点点的抠出来了 整个暗部这边 是从三分之一 右侧这边 运笔 左右方向 延伸走 颜色 从深到浅渐变 这边的运笔 只要做到两头 轻中间重 这个效果是绝对好的 你想画这个 看起来甜甜的 那你就画一画 素材图在 优化教育 微信公众号 回复彩前素材图 或者回复彩前作品图 就可以拿到 我今天的这个作品 跟素材 现稿的话呢 去找咱们的 客服老师 客服老师的联系方式 同样是在 优化教育的 微信公众号 可以找到 客服老师的联系方式 当然你要现在 想直接加也可以 优化23 因为我不直接说 这个微信号是什么呢 微信号总有 加满了一天嘛 你今天你加满了 你明天看到这个视频 的人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最终归根到底 还是在公众号 加满了 我们会及时更新 优化做事情 很多时候真的是 未雨绸缪 想到了很远 比如说我上课 我就会想到 以后你们这个视频 会谁看到 对吧 很多东西是 未雨绸缪的 就是因为我们平常 很喜欢思考 我跟沈亚老师 目前来说 作为优化的掌舵人 我们如果都不去思考的话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在未来优化 肯定是会交到一批 一批这个 咱们的优秀的 老师的手上的 好 那下面这个条纹的 机理怎么化呢 首先看 我们首先是这样子 首先呢 你要把这些深浅分出来 就比如说 凹进去跟凸起来的颜色 肯定不是一样深的 那我们就平图 先把这些深色的 一深一浅 阴阳 你看一深一浅 一黑一白 一深一浅的这个节奏 先分出来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吗 先是这样分哈 那你不需要跟素材图一样 画的那么的紧凑 素材图的话 它是很紧凑的 太复杂了 我是把它进行的简化处理 你看一深一浅 先是这样哈 这样子步骤就会变得更加简单简化 画画它是一个可以训练到你的思维逻辑的事情 因为你在拿到这张素材图 你脑子里面全部要过一遍 是吧 这个素材我要怎么进行 可以画得出来呢 画得又快又好呢 对不对 我待会要怎么怎么样 用什么工具 用什么材料 哪个步骤应该怎么样 哪个步骤应该怎么样 我在脑子里面肯定会过一遍的 这样子慢慢的你的这个思维能力就能培养好 为什么现在教育啊 学校都会非常鼓励去进行绘画的学习 艺术学习 因为图片的处理啊 空间的处理啊 都是可以锻炼到你的思维的 好 这样画完之后呢 再进行第二遍 第二遍怎么办呢 毕竟它的整个右侧这边是深色 对吧 整个右侧这边是暗面 所以我们就把右边这些 这些条纹颜色进行加深 看一下好 只加深右侧 只加深右侧 把这个右侧进行加深 是不是感觉 深浅就分出来了 只把右侧进行加深 颜色还可以再深一点点 好 深一点点之后再干嘛 那就正常铺色了 跟刚刚上面的一样好 正常铺色 这边的暗部颜色 正常铺色就好了 正常把这个暗部颜色铺一铺 你们看 用这样的方法去画它的这种凹凸纹理 有没有感觉变得轻松简单一些 有的话敲一个6 这就是咱们的方法 这是方法哦 它一下子体积刚就建立起来了 变得轻松很多 画画是有方法的 你一定要相信 好的老师可以把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 就像变魔法一样 不好的老师上课就是上的越多 你就会越晕 越听越晕 越听越晕 然后最后怀疑自己 是不是不适合学习 是不是自己蠢 欢迎天涯 好 同样的上面这个条纹 轻轻的 上一点颜色加深 好 那么下面的格子纹的 格子纹的这个细节 下面这个格子一样的纹理的这个蛋卷 好 那是怎么画的呢 首先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画的跟素材画的 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 有发现不一样的话 敲个一 你好啊 晚上好 天涯 有没有发现有点 有一点不一样哦 有点东西哦 为什么不一样 那你们再想一下 再想一想 它为什么要不一样呢 是因为老师懒吗 是因为老师懒吗 哎 有可能 是因为素材的这个机理太碎了 太复杂了 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师是吧 我来教学 我是讲究方法的 我只要把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思路交给你们 其实我画成什么样 我画的个八九不离十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时间节省下来 把效率提高一点点 把方法也交给你们 然后你们就可以自己更好的学习 因为素材图的话 它太复杂了 画起来会很浪费时间 素材图它太碎小了 画起来也会不好画 不好处理 那我们就把它进行放大 我把它这个格子进行了删减 它的格子还是那个格子 结构还是那个结构 透视也还是那个透视 明暗也还是那个明暗 但是我把它画得精简的一些 我把这个格子放大处理了 首先我们在画这里的时候呢 就是要第一个 是把它的整体明暗关系分出来 老样子哈 老样子 你看 我是深浅控制的好的 所以我是可以数向运笔 从深到浅往左铺 你看 由深到浅渐变控制的非常的细腻 我是具备用任何笔触 任何方向运笔都可以很轻松地控制它的明暗关系的能力的 你们控制不了的你就不能这样画的 控制不了的话你就乖乖地这样运笔 乖乖地这样一层一层 弧形运笔一层一层 那当你技术OK的时候 你是躺着画都可以的 就像我一样 我爱怎么画怎么画 我现在运笔就是基本属于就是我舒服 我怎么用笔舒服就怎么画 属于一个这样的状态 好 现在是把它的蛋卷的整体的明暗关系画出来了 对 现在是我们小爱老师常说的主观处理 今天不抽奖 我没有准备抽奖 想要抽奖的同学多关注公众号 公众号经常会有抽奖 优化的公众号呀 微博呀 客服老师的朋友圈啊 这都是抽奖神器啊 经常抽奖的 我现在画都画不赢 我还有时间抽奖啊 我天哪 好 然后再干嘛呢 然后就是真的是一个一个格子的去涂楼 像这种 我们叫做说 这个结构像是什么 像什么饼拿着 卡夫 是什么饼拿着 这个叫做什么饼拿着 有一种饼 就是这种纹理 什么肤 滑肤饼吧 你看哈 那这个格力 它的这种结构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一个一个格子画的啊 一个一个格子的去涂 顺着四个结构 那像画这种东西 就没有太多技巧性 主要就是要有耐心 只要有耐心 你就比别人又成功了又一半了 首先是方法对 是吧 造型准 材料对 那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再接着就是你勤快 你认真 你仔细 好 你又成功了一半了 画画是一个非常可以锻炼锻炼性格的事情 因为我是从小就是课班学习专业学习嘛 所以我就对于画画这个东西 我特别有耐心 然后给你们上课也是比较有耐心 我也是自己从事教育这一行之后 我才知道 做老师 所追求的是什么 然后做老师重要的是什么 以前也没有深入想过 这个问题 就是真正做起来之后 跟这么多有爱的同学打交道之后 就觉得还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做老师的话 真的要爱学生 每一个学生都爱要 然后做老师就一定不能长着捏着 一定要很无私地去分享 因为只有一次一次地把自己掏空 自己才能够有更高层次的进步 而且做老师一定要接受清除于难 胜于难 一定要把教好学生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 而且学生比自己优秀 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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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事情 当然也要接受学生的离去 也要接受学生以后从事这个行业 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良心竞争 每一种人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他都能够吸引到自己的粉丝 甚至吸引到自己的学生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即使从我们这毕业了 自己出去创业 从事线上教育啊 或者从事教育行业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很和好的 很友善的关系 进行一个良性竞争 但是不能相互诋毁 然后你们想创业 你们有任何想要 我们这边提供的经验呢 或者说帮助你们东西 都是优化无私提供的 不是咱们优化VIP是可以免费 学习咱们的运营课吗 我们优化是专门开了一个 线上运营的班级 你们如果是VIP的话 是可以免费进群学习的 记得记得就是去找需要的话 就记得找班主任老师 或者助教老师把你拉到群里 不对是找小谭老师 找小谭老师 小谭老师复制这个事情 包括上课设备呀 用什么工具材料啊 怎么运营啊 怎么招生啊 就是都会教大家好 怎么吸引粉丝啊 就都会教大家的 我们做这些事情 真的是对于画画的 无比的热爱 就是希望画画这一行能变好 画画这个行业能变好 大家能够通过画画 对生活啊 对你的 对这个社会呀 会有一些更好的积极的作用 就是我们期待的 因为我我们把画画看得很重要 看得很神圣 咱们可是有梦想的人 好 也是同样的方法 就把它这个框框全部这样子画出来了 那画完之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框框画完之后 不像我们上面做了深浅变化 那是不是感觉它就像一个平行的网格 在这个地方没有体积感 那要干嘛呢 记住 整个右侧的灵格 它的这个方格格 整个右侧都是属于一个暗部的 所以你右侧的网格 一定要进行整体加深 你看 我整体在这个上面又上了一层颜色之后 有没有感觉体积感不一样了 有的话敲一个六 这就是区别 是不是很明显呢 一定要注意也好 即使去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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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一些这种机理 那它同样也是有明暗关系的 它是先存在了明暗光影 然后才会有机理 一定要记住这个先后顺序 一定要把它的暗部颜色进行加深 好 这个步骤做完 做完之后 同样的 你看这个右画 右画这三个字 画好 画这三个字 就画浅了颜色 干嘛进行加深 画画这个地方 这么白干嘛呢 也要进行加深 太白了 不行 进行加深 好 接着呢 就是把笔肖间 用深棕色 把它暗部的地方再抠一抠 最后是塑造了 再抠一抠 想上我的书法课 书法课我 我不上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书法课我确实不行 书法这个课 没有个十来年的功底 真的上不了课 我肯定不行的 但是我们优化有书法课 我们优化的书法课 是由我们优化的创始人之一 山阳老师来认课的 我跟山阳老师呢 是一手创立的优化 我跟山阳老师的缘分呢 那也真的是 比找对象还难 因为你要找到一个 理念报复能力 相对匹配的合伙人 而且人品过硬 在细节上还不斤斤计较的人 很难很难很难的 我觉得比找对象难找 很多人一度以为是 觉得我跟山阳老师 是不是一对哈 不是的 我跟山阳老师是在生活中 非常相互嫌弃的两个人 但是在事业上 一直是相互扶持的 就那种你一个眼神 我就能懂的那种默契度 那当时跟山阳老师 选择出来创业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在一个 线上教育公司上班 然后因为线上教育初期 整个教育理念 还没有特别完善 他上课的话 就更加偏向于说的不好听 有点像科门拐骗 就是一切上课的目的都是以振钱出发 无论我这个课上的好不好 上课的老师专不专业 只要有需求我就有开课 然后有报名我就有前证 那这个理论就跟我们俩 有点相悖了 然后我当时就选择离开 山阳老师他也是选择离开 然后山阳老师离开的时候 领导就留了他一下 留了他之后就把他调到了我的部门 也是我那个领导可坏 你知道吗 我领导可坏 因为当时我们整个色彩部门 跟素描部门是竞争那手 我是我的领导一手招进来的 完了之后 他一直就防着色彩超过素描 他就一直压着咱们的色彩部门 就一直压着色彩部门 不让他发展的那种 后面山阳老师要离职 他就把一个要离职的人 调到了我的部门 因为色彩部门是我一手管的 好 然后就两个想要离职的人 巧了 就混在了一个部门了 后面就聊嘛 为什么想要离职是什么原因呢 对吧 这个企业发展这么好 因为我们当时那个企业 从九十几个一百多个人发展到 半年之内发展到三千个人 吓不吓人 半年之内发展到三千号人 其实像我们的话 也是作为一个部门的创始人 也是老员工的啦 到时候公司上市啊 融资啊 都是可以分到一杯羹的 真的是很老了 很老的员工了 那为什么还要离职呢 部门发展的这么好用 就会聊这些事情啊 就是觉得 这个教育的理念 跟我所受的教育 有点相违背 就感觉不是 我所想象中的教育 觉得教育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就聊到 那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了 所以就进行了一些 思想上的 碰撞 进行思想上的碰撞之后 就发现 哇 一拍即合 那不行 那这个事情就要做 当时沙老师说的是 他说你好好思考一下嘞 他说你一个女孩子 在长沙 你一个月工资这么高 你要跟我出去创业了 可能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就可能我们要失败了 就是一无所有 我就说这有啥 我说再坏 就是大不了 就是重新开始出去找工作呗 我说我们要是创业失败了 那怎么说 也是学的一身经验啊 对不对 我至少说我知道了 创业不容易 工作不容易 做公司不容易 我以后出去上班 我更加能够站在老板的位置 进行思考 是吧 更加能站在公司的立场 进行思考 我说那我出去上班 应该也不会太差呀 我不能 我不能比现在差呀 我现在都已经这么好了 是吧 然后就当时就出去创业去了 然后创业的前提就说 那我们要找我们定位嘛 是吧 要找我们的定位 我们有什么优势呢 对吧 我们出来的时候又没有拉走公司的一个资源 当时走的时候虽然说教育理念不合 但是毕竟公司是你的恩人呢 他是培养了你 发现了你 也是给了你这个机会进了这一行 是吧 公司是其实是你的恩人 你不能去外面坐对着他 就是跟他对着的事情 或者是把自己的学院带走啊 不能干这种事吧 当时我们就啥都没有啊 就是真的是两个人两台电脑 啥都没有 就开始在线上开始做教育 当时做教育就是说 就简单呀 就是喜欢画画呀 就是想要画画 能够带给人一些生活上的改变呀 能够帮到大家啊 挣不挣钱 先不说呗 先教着呗 公开课反正无限免费教 教着教着他 不就有人跟你学了吗 教着教着他有人 他就就是要花钱给你学 就要愿意给你钱 就是忍不住要给你花钱 真的是 一开始的话 就天天免费教 教着你要是想学 行吧 那我就开个班呗 我开个班 会面慢慢慢慢慢慢 就有了一期二期三期 有了采钱水采国画 我就是教你 就是教你好好学画画 好好画画 没有那么多想法 你要想报名也行 你不想报名 我也不会把你给退走 也不会给你骂走 就很简单的一个目的 后面就发展到了 现在的优化 现在做优化 也是想得很清楚 那优化他总有一天 我们两个老了 总有一天不在了 那优化这么辛辛苦苦 成长到这样 也不能让他倒闭了 对不对 还有那么多爱我们的人 那就要传承到别人手上去 传承到别人手上去 你也不能自己 一直站着毛坑 说的不好听 站着毛坑不拉死 是啊 但是这样 你也不能老就是 站着这个名分 站着这个股份 那我说说 我们把股份吸食掉 以后优化能人上 谁有能力 谁优秀 你就谁来接他的班 你谁做得多 你就拿得多 我们到时候 退出优化了 那我们就拿一个原始股份 甚至不拿都没问题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教育包袱的 真的是想有一个机构 有一些人在教育这一行 是用心做事情的 优化现在是基本上已经稳定了 也置办了一些自己的产业 买了办公楼 现在今年就是把优化本来 优化本来是叫长沙 优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现在因为以前我们刚创立的时候 都没钱嘛 就只是创那个申请资本是十万 然后也不敢太多了 因为我们也怕承担不起这个风险 现在越来越好了 最近正好搬了新扎之后 就把优化的名称改成了 湖南优化教育咨询公司 把他的注册资本就换成了 两百万还是五百万 我没有管这个事情 然后把股份稀释到了 本来我跟夏安老师各自是在 五十亿的四十九 就各自稀释到了百分之三十 流出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给我们的老员工 像我们优化就会有一些资历 比如说你工作满多少年 具备某一些资历之后 你就可以入股分配股份 然后你还会有一些条件 肯定有条件的 就是我们是要做监督的 要监督以后优化这个事情不能砸掉 不能砸到我们手上 不能毁到管理层的手上 所以我们会设置一些条件进行监督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优化 以后你们的后代 你们的亲朋好友 或者说以后我们同样是喜欢画画的人 想要完成梦想的人 他有一个地方可以依靠 我是觉得我们在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是一个积德行善的事情 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很用心在做的事业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挣钱的 我觉得人活在世上 要做一些这样有意义的事情才有意义 西西是班主任 对 我用的是深中色 把这些地方慢慢的加深 慢慢的加深 不是一下子咔一下 砰的一下卡得很死 不是这样的 是很小心翼翼的 慢慢的去加深的 希望这样的优化 能得到你们的爱跟支持哦 我们用心在做的事情 是一定要有一个人去说的 去宣传的 没有这个人去说去宣传 大家就不知道 甚至会形成一些误会 那就不好了 我就会不厌其烦的 经常给大家说这些事情 幼化助手谁跟的是最久的 夏天老师 夏天老师是最久的 夏天老师现在已经荣升为 我们幼化的副总呢 以后整个幼化的财物呀 售后呀 化财都会给夏天老师一手做 我是真的是在慢慢退局二线哦 现在因为幼化在一些进行内部外部改革 然后有一些这种变动 所以我就出来上上公开课 给大家说一说这种思想文化传承的东西 要有一个人去说 哪一天这些思想文化的东西 能够通过一些运营这边能做到 那我就可能真的就是完全会退居二线了 就是幼化我只是存在在这个幼化的历史上了 也不是什么创始人啦 也不是什么老板了呀 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热爱绘画的人 然后在幼化做过一些事 能够给喜欢画画的老师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就业岗位 能够给喜欢画画的人提供一个学习 好的学习平台 就是我所期待的结果 好 把它的颜色进行二次加深之后 最后就开始去噪点了 最后的步骤就开始去噪点 这个噪点 是用我们的最浅的黄色轻轻的铺一层 有速写呀 速写的话之前有 现在暂时停了一下 后面还会有的 速写课的话 其实就是你可以理解为钢笔弹材 就是速写课 还有插画课 线稿也是速写课 它都是知识点是共通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黄色 颜色相对艳丽 可以整体铺一层 也可以局部选择去铺 铺的时候呢 力气稍微可以大一点点 让它颜色艳丽一些些 也可以让它把噪点去一去 这是一个 中黄 颜色比较的艳了 我是想让它艳色艳一点点 一般我们吃东西就是颜色艳的 它有食欲一些 速写课明年 明年就会重新开班 速写课是暂时停了一下下 因为前面几期书写课都没有招满 学的人比较少 暂时停了一下 这个冰淇淋上面有一些 沙沙的颗粒跟质感 是正好会非常符合这个画面的 质感的 因为冰淇淋啊 包括这个蛋卷 它都是有那种颗粒感的 不是很光滑的质感 这种颗粒感正好能够给它出来的一个效果 特别美 特别有食欲 咨询了你们很多次 你想学速写 速写钢笔淡材呀 钢笔淡材就是速写呀 还有插画人物就是速写呀 你实在特别想觉得话 我们之前有速写课 你可以就是跟客服老师问一问 看看他那个录播 可不可以卖给你 但是我觉得一般是不能卖的 不能买录播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学画画最主要的就是作业指导 作业指导你没有的话 还是欠一点点东西 还是不能买的 肯定不能信 我只是刚刚一说到这个问题 我就灵机一动 感觉这个 这是歪心思 不能动 不能买 不能买录播 录播这个东西 你没有作业指导 你真的 绝不好 每次咨询都是不一样的回答 因为我们开课没有固定说一定要开什么课的 你知道吧 我们开课的话都是根据学生的需求来的 然后我们每次开课前现在都会做一下问卷调查 如果市场反映好 或者说大家需求多 那我们就会掀开 目前问卷调查 速写这个科目并不是很受欢迎 好 最后就要上一个神器了 这个神器叫做白色三幅霹雳马 白色三幅霹雳马 调一调亮布 看了你的粽子才报了13期 哎呀 欢迎欢迎欢迎 开心啊 你们报了VIP的没有一个会后悔吧 是不是很庆幸终于来到了专业班学习 甚至还有点懊恼跟后悔来得太晚了 但凡你们有这种想法 就说明还是我做的不够好 没有让你们早点进来 好 我现在是用白色的三幅霹雳马 三幅霹雳马 给它的亮布提亮一下 会更加精彩 我们采迁的这只三幅霹雳马 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采迁的白色都不是特别好上色 只有这个三幅霹雳马的这个白色 它非常好用 这只三幅霹雳马的单只在店铺也有出售 你们需要的话可以准备 哎呀 我这个我拿个东西卡一下吧 这笔太短了 用个延长器延长一下 对 十三期到九月份才看吧 你可以现在看一下之前的录播 然后看录播要记得找老师作业指导 不能自己一个人看了就画了就不管了 因为你已经报名了 早一点点给老师看作业也是个好事情 我们的老师 优化的老师真的很少 就是说上公开课上的很多 因为我们的精力真的不够 有那么多的学员要去服务呢 还有那么多时间出来招生了 你总得有个选择嘛 你要不就是重心放在招生上 挣更多的钱 要不重心就要放在学员身上 让你们真的学得好 然后学得好之后 你们就会介绍同学呀 或者朋友过来学呀 也像是一个变相招生了 但是重心放在你们身上 我们服务的东西就会要延长很多 好就好在 这个东西它只会好不会差 只会越来越好绝对不会差 好 把它这个字体又稍微提亮了一些些 以及亮面的这些条文的地方 把亮部稍微画一条提亮 我们优化是真的在走一条缓慢而又坚定的路 具体好不好 结果怎么样 就是要留给时间 留给后人评价了 好 稍微稍微的把它体亮了一下 是不是体积感又强了一些呢 有没有 那这个冰激凌基本上就大功搞成了 冰激凌画完之后有一些很很出彩的小细节 我要画一画 我要给它加几个小花花 让它更美一点 又画的水这么深吗 又画是一潭清水 就是因为太清了 所以至清则无余啊 画一画小花花 小花花的话简单的先平涂上色 平涂上色之后 再在它花心的位置 颜色这里微微加深一点点 让它有一点点这种渐变的感觉 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小小的小插画的感觉了 让它的画面更加的精彩 更加的有趣味性 我感觉这种粉粉嫩嫩的冰激凌 应该谁都想吃吧 其实你们知不知道 冰棒这个东西 夏天还是不要吃太多 因为我们中医的角度是 夏天人的体内是寒的 它热散在外表 你如果说吃了太多冰的东西 对于你的体内 就是你的肚子里面的五脏六腑 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冬天是可以吃冰的 因为我们人的身体 就像一个山洞一样 你们有没有在那种家里打过井的 你看冬天 井里面的水就是冰的 然后不是夏天井里面的水就是冰的 然后夏天井里面的冬天 冬天井里面的水是热的 夏天的水是冰的 所以冬天人的身体就像一个井 就像一个洞一样 跟大自然是密切相关的 冬天你的身体里面是热的 然后外面是冷的 所以你的冰棒吃到肚子里 对于你的胃啊肠道呀 它的不好的影响就不会那么的严重 因为你的体内很温暖 它是可以很快的用热量去消耗掉它 这是站在中医的角度 反正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合理 或者是否有科学依据 但是我是夏天不能吃冰的 我一夏天吃了冰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身体就不舒服 整个人就不行了 很明显的感觉 整个人就完全就不行了 但是我夏天可以 冬天可以吃冰 如果养生的人 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小细节 是不是感觉在听一个老中医的课 我早就说了嘛 我是一个很喜欢去看书跟思考的人 就是因为我背后的这个思维逻辑体系啊 接受的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比较多 然后在做人 做事 处事 三观 道德观 价值观 这些事情就比较 比较 分明 或者比较有原则 才会有这么好的优化呀 这些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 做事 首先还是要看人 做事 先学做人 好 一个粉粉的小花花 太可怕了 不敢报名了 你要觉得这可怕了 你就别报名了 那不报就不报呗 多大点个事 我还是挺傲娇的 我觉得我们实力很强 然后确确实实是很用心的教学 你要真来不了 那我觉得是你的损失 不是我们的损失 我是觉得好的老师 好的教育机构 你遇到了 你会真的觉得 觉得万幸 你运气这么好 你眼光这么好 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这么好的课程 对你整个人生 后半生 可能都会有一些积极影响 那我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那天我们 我们甘堂老师 还给我说说 你知道吗 你就是太自信了 你们甘堂老师怼我 你知道吗 你太自信了 你们都巧了 我专业里面的事情 我就是无比自信 但是你比如说他们 涉及到我们客服老师 他们有的时候 招生有一些专业术语 或者他们招生 有一些方法 还有运营那边 有一些运营的方法 那我不懂 我就从来不插手 我不懂的东西 我从来不插手 我也从来不过问 我绝对相信那个人 我做人做事 是很看人的 你这个学员也是 你聊得来 咱就聊 聊不来 咱就散 也很简单 我做事情 就是我很看人的 我要相信这个人 我什么事情 都不会过问 你像我们夏天老师 就是 你后期财务 你像化财 进货 什么 我全部交给他 我就是相信他 我就不会想到说 哎呀他哪一天 跑出去创业了 把我们东西带走了 怎么办 我不怕 我就觉得这个人 我相信他 他要是真的以后 要是这样子 那就只能怪我自己 看人不准 用人不行 那只能怪我自己 或者是我做的不够好 才让别人觉得 他自己要出去 或者换个地方 会得到更好的 那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不懂的事情 我就让别人去做 让更加适合的人去做 或者说我自己 真的非得要拥有这个东西 要学会这个东西 我就一定找专业的人学 找好的人学 找品德好的人学 这些做人做事的逻辑 很简单呀 我觉得 你们猜我怀疑没有 那时候我要给大家 剩一个小播放 天天给你们 到时候分享育儿经 我要剩一个小播放 我觉得我孩子以后 应该可能不是很优秀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人格健全的人 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我不希望他有多好的成就 多有钱 我其实我对我的小孩 我是有幻想的 我是希望他以后 可以给国家做贡献的 我是希望他成为这样的人 所以我是现在努力的 把财富的积累给他做好 我要努力确实多积累 积累一些财富 就让他以后在钱上面 不用太操心 然后我希望他以后 能够做科研是最好的 我希望他给国家做贡献 就是会有大爱 博爱 做一个这样的人 有大爱 有博爱 有很多的爱 可以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 大爱无疆吗 怜悯众生 我就希望他会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我不希望他在物质上面 有太多困惑或者困恼 一定要去给社会做贡献 给国家做贡献 我很欣赏 很羡慕这样的人 就可恨我自己 只能在教育上面 做一些贡献 我确实读书不行 不会读书 没办法给国家 做很大的贡献 但是优化作为一个企业 真的是守法守己的好公民 在公司的福利制度呀 然后法律保护上面 在员工的法律上面 真的也算是 尽责尽力 想要做好 做一个优秀的企业 应该也是给社会做贡献吧 所以像我们的五险一金呢 还有带薪休假呀 年假呀 所有法定节假日 都会正常休啊 然后加班工资啊 像我们老师 所有的休息日 你们给你们回的 每一条私料消息 我们都是算了加班工资的 双倍加班工资 你们才会觉得 优化的老师这么优秀 这么好是吧 服务这么贴 服务这么人性化 这么好 画了一些小花花 画了一些小花花之后 我想画一些紫色的 bling bling的小星星 这个小星星呢 也还是比较简单哈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漫画里面 会有的这种 像是一个十字形的小星星 用的是一个紫色 紫色化完之后 在上面上一点点的粉色 这样子看着的话 它会有一点点颜色偏深 其实它颜色不深 颜色还是蛮粉嫩的 是那种粉粉的紫色调 看着有一点点深 那我还是不画这个 不画这种紫的吧 看着灰默默的 但是我看着还好 没有那么深 因为它是一个小块区域 拿白色提亮一下 小星星 这是一个蓝色 画了一颗蓝色的小星星 再用天蓝 我是一个很爱国的人 然后我是一个很能够理解国家不容易的人 看着很多小星星 画了四颗小星星 画了四颗小星星 好 如果是你想要让这个画面再好看一点 还是要带大家一个小方法 又还是用到了我们的水彩 用到了我们的水彩 这是又是一个更有趣的小方法 往上面再撒一些非常梦幻的小点点 这个小点点呢 你可以是各种颜色的 我想要拿一点点橙色的 然后再拿一些红色的 各种颜色的 先是调 你看我是调了一些颜料 调了一些这个颜料 调了一些颜料 好 然后呢 把这个画面 拿一支笔 拿一支笔 拿一支毛笔 你看好 轻轻地往上再敲一敲 敲一敲 敲一敲 这个是 这个是红色 敲到了咱们的 冰激凌上面也没关系啊 冰激凌上面有一些小小的 小小 可能是那种什么糖豆啊 是吧 说不定还挺好吃的呢 为什么不可以有呢 对不对 可以有 好 这是一个橙色 敲完橙色之后呢 我又来敲一个白色 白色的话呢 主要是想要敲到冰激凌上面 有那种像是小糖 小糖粒 bling bling的感觉 白霜 好 不要敲多了哈 你看这个上面有擦一擦 拿指巾擦一擦 不要敲到其他地方去 敲多了地方擦一擦 它就没有了 不要敲得到处都是 你可以最后拿这个 纸巾自己调整一下位置 不要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小白点 再之后呢 最后我就是拿一点点小蓝点吧 小青色的 小青色的点点 在背景 这个主要是敲在背景上 如果敲到了 不小心敲到了冰激凌上 干嘛拿指巾轻轻的蘸一下就好了 OK 搞定了 一个很好看的 冰激凌就画完了 小插画 这个不用画投影的哈 你用小插画没必要画投影 如果是画一个很写实的画面的话 可以画投影 最后就签上你的大名 签一个潇洒洋溢一点的签名 又画 播放 是不是很有那种外国的网红风了 硬死风 有了吗 硬死风的感觉就来了 OK 搞定了 这个画面是比较简单的 不是很复杂 一般零基础跟着画 都能够画个八九不离十 画个八九不离十了 最后就是建议大家 还是对自己提高要求 能够脱离老师 进行独立创作 以及呢 能够自己去画一些 自己想画的内容 如果说自学一两年 还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真的要认真思考一下 你自学这两年的时间 值不值 滑不滑得来 然后你的能力 仅仅只是如此吗 然后你是否没有专业学习 是否后悔 是否浪费了这么久的时间 你要好好思考一下 一般专业学习的话 大概半年到三个月 采迁学习 大概半年到三个月 就可以独立完成一张 很好的作品 你像刚刚看的 如歌同学的画的话 大概通过一两年的时间 可以达到自主接单 我们优化 可以给大家提供接单的机会 可以接到一些画单 挣到钱 甚至是开画室 当老师的一个 一个水平 完全是没问题的 采迁值需要半年左右 如果是水采的话呢 就要时间长一点 可能是半年到一年 如果说是素描的话呢 那就是半年左右 国画的话呢 半年左右可以 油画呢 可能就是要一年以上 抄写时也是要一年以上 就不同的画种 它所涉及到的时间 不一样一些 专业学习的话 记得关注 业画教育公众号 找到科夫老师 也可以直接加 唐糖老师的微信 右画 83 画的比真的还真 真好看 还蛮好看的是吧 喜欢就好啊 喜欢自己也试一试 画画是一个 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你投入画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付出跟得到 是成正比的 画画不是个渣男 画画是一个 画画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 投入的事情 因为你只要投入 就会有回报 你只要画了 就会进步 你只要投入了 你就会有一张 很美好的作品在这 它是有成就感的 所以学画画的人 一般平常生活 也会比较有情调 也会性格呢 性子也会安静一些些 我希望大家在老了之后 除了跳广场舞 跟唱KTV之外 还能够可以画画 不仅仅老年生活 不仅仅只有广场 广场舞 希望大家能够 在自己忙碌的生活之外 有一个让你 闲情益智的地方 好不好 影子不坏呀 影子说了不坏了 好啦 我走了 拜拜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大家早点休息 所有的视频资料 视频回放都在 优化教育微信公众号 记得关注一下 拜拜 对 插画一般是不画阴影的 可乐听课真认真 拜拜 我们下一周再见 晚安 下一周可以过来看一下 下周我可能会画古风水彩 因为我学画画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除了国画跟书法不会 我啥都会 但是书法我也在练 给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我的书法 我也在练 你看这是我写的字 我书法我也在练 这是我达不到教学的水平 我要是有能力的话 我肯定会教的 但是我还达不到教学水平 拜拜 对我跟山安比较有互补 我一个我是很跳的性格 比较自信 山老师是很谦虚的性格 我们俩能互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